第3561章谈判 听得龙神天君这般消极言论 凌晨岛也不急 只是淡淡一笑 天君大人此言差矣 我原始族裔原始古星被灭 原始天君身受重伤 下落不明 但你龙宫圣山被天庭毁灭 镇宫之宝并海珠被夺 海皇天君重伤必死关 你们龙宫所承受的耻辱 并不比我们原始族裔少 我原始族裔即便落入此等境地 都没有放弃反抗天庭 依旧还在抗争 而至于龙宫 还有如此大的体量和实力 却做起了缩头乌龟 实在让晚辈有些不理解 凌晨这般激烈言论 让白龙帝君忍不住眉头一皱 这小子这么和龙神天君说话 万一激怒了后者 可不光是这结盟之事谈不拢 搞不好连性命都难以保住 你这小辈倒是牙尖嘴利 然而龙神天君并不动怒 只是依旧没有太大的动容 似乎并没有中凌晨的这般激将之法 只可惜 你想将我龙宫置于天庭的锋芒之下 这种激将法太拙劣了 天君前辈认为在下这是激将法 凌晨摇了摇头 这可不是什么激将法 我原始天君先祖为何要判出天庭 还不是因为发现了天地的秘密吗 如若不然 我们原始族裔 本为天庭的高贵古族 何至于与地府为伍 天地的秘密 龙神天君微微动容 不知原始天君 发现了天地的什么秘密 他其实也一直有些想不通 原始天君身为天庭 最为古老的天君之一 几乎就是天地之下的第一人 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会反出天庭 走向和天地对抗的道路 天地究竟隐藏着何种秘密 就算是他都很想知道 具体只有原始天君先祖方才知晓 凌晨摇了摇头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天地有个屠戮苍生的大阴谋 正是因为得知了天地的阴谋 原始天君先祖才会选择和天地对立 被反天庭 若是被天地阴谋得偿 只怕到时候不仅是我们原始族裔 你们龙宫 地府之流 甚至于整个中央星域 都要生灵涂炭 凌晨将在原始之城第八层中 所见所闻的部分资讯 告知了龙神天君 虽然他不知道天地究竟有什么阴谋 但只要枉坏了说准没错 世界顶 在得知了此等密文之后 原始天君陷入了陈吟之中 世界顶的名号 他也听说过 此物乃是天庭第一的仙气 由天地和天庭一众古老的天君所炼制 据说完整的世界顶 那可是能够炼化整个星域 天庭的世界顶 目前还缺少了一道重要的法则 这才未曾圆满 被放在天庭的最深处 由天庭的四大天王看守 一瞬间 原始天君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脸上的神色 变得极为凝重起来 见得龙神天君神色的变化 凌晨的眼中也是泛起了一丝的惊异 看来 他似乎有些说动着龙神天君了 在沉吟了约莫半可钟后 龙神天君的目光 终于是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天庭的势力太过强大 光凭你们原始殿 再加上我们龙宫两大势力 妄图和天庭对抗 那是异想天开 就算原始天君归来 也无法改变这等实力上的差距 龙神天君摇了摇头 觉得凭这些力量 想要和天庭对抗 还差得相当之远 他身为龙宫的主事之人 在龙宫经历过一次重创的情况下 自然的非常小心谨慎 不能让龙宫再重到昔日复彻 不止我们两家 还有地府 凌晨趁机说到 地府现在虽然被天庭全面围剿 但是底蕴尚在 地府在败退的同时 也在等待着反攻的机会 如今若是能得到龙宫和原始殿的声援回应 地府必会开始反扑 我原始殿也已经派人和地府联手谋话 对天庭还以颜色 最近必会有大动作 龙神天君不为所动 地府被天庭围剿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在中央星域之中 几乎成为了过街老鼠 众多的据点悉数被捣毁 实力大损 他们真有实力反扑吗 而且 你小子并非是地府之人 如何能够确定 地府最近会搞出什么大动作 龙神天君还是不幸 他觉得凌晨很有可能是想要 用他龙宫跳出来当出头鸟 而原始殿则可减轻自己的压力 从背后获得好处 我能确定 凌晨的眼中陡然泛起了一抹金光 还没等龙神天君反驳 凌晨的身上已是有着一股惊人的波动 绵漫而出 这是一股极为恐怖的森冷气息 在其膨胀的刹那 只见得一道道密密麻麻的黑色纹路 从凌晨的身上涌出 旁边的白龙帝君和清灵公主两人 更是如堕冰窟一般 仿佛置身于地狱 嗯 龙神天君的脸色漠然一变 双眼直直地盯着凌晨 眼中流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此时的凌晨 哪里像是一位人族 像极了一尊地狱的恶魔 而就在此时 凌晨的身上 一股黑色的能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汇聚起来 化为了一尊巨大的十二亿多天使虚影 十二亿多天使虚影出现 气势压倒一切 就连龙神天君的眼中 都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惊恶之色 这时 龙神天君脸色一变 仿佛认出了这十二亿多天使的来历 心中震惊到了极点 十二亿多天使的虚影 只是出现了极短的时间 便在半空中消散了开来 这是一枚地府大能印记 甚至 不是普通的天君 就连他龙神天君 在刚才的那一瞬间 都感受到了一种 无与伦比的压迫感 难道说 这枚印记的主人 是地府的那位存在 如何 不知现在龙神天君是否相信在下了 凌晨但笑着望着龙神天君 打断了龙神天君的思绪 龙神天君这才郑重其事的看着凌晨 微微汗手 看来你的确和地府有很深的渊源 连他都有些没想到 凌晨身为原始殿的人 居然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地府印记 就算是地府天君的子嗣 都不可能会拥有那未存在的印记 第3562张幻海珠 那现在 不知道龙神天君大人 可否做出最终的决定了 凌晨目光凝望着龙神天君 这一下 相信对方的心中应该会有答案了 我同意和你们原始殿结盟 龙神天君在沉吟了片刻后 终究还是做出了决定 太好了 在龙神天君点头的刹那 白龙帝君和清灵公主都忍不住脸色一喜 龙神天君表态 那就代表了他们龙宫的态度 这次的联手 毫无疑问成了 凌晨小友 从今往后 我们便是盟友了 白龙帝君的脸上洋溢着十分灿烂的笑容 向着凌晨伸出了手掌 合作愉快 凌晨点头一笑 和白龙帝君握手相庆 龙宫愿意起来反抗天庭 对于原始殿而言 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这下好了 天庭终于地尝所愿 让我等联手到了一起 共同反抗天庭 清灵公主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她早就想让龙宫反抗天庭了 只是她人为言轻 无法改变龙宫的决策 就连白龙帝君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更别说是她了 反抗天庭 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需要拿出实际的行动 龙神天君摇了摇头 既然已经答应了结盟 那么接下来 自然需要拿出具体的行动 来和天庭作对 若是臣服 那自然不能招惹天庭 但眼下既然是要和天庭对着干 那就必须要有实质性的动作了 否则这等盟约将变得毫无意义 龙神天君说的是 凌晨点了点头 不知道龙神天君 有何良策 本座这边 倒是有一个不错的界面礼 送给地府 龙神天君的眼中 忽然闪过了一抹金光 哦 凌晨的眉头一挑 眼下原始殿和龙宫 地府都已经结盟 但是龙宫和地府之间 却还没有直接的往来 若是这两者之间 也能够结盟的话 那么三大势力之间 无疑是可以结成铁三角一般的 稳固同盟关系 在无极星海之中 有一片叫做轮回海域的地方 那里有着一座天牢 关押着许多地府死族和亡灵族的强者 只因这些强者极难杀死 当初我龙宫和天庭联手 将无极星海的那一座地府铲灭之时 便将它们封印在了轮回海域之中 利用轮回海域之中的生之力 慢慢地消磨这些地府强者体内的死之力 最终让它们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龙神天君开口说道 关押地府强者的天牢 凌晨的眼睛微微一亮 龙神天君前辈的意思 是想让我们去破开天牢 救出这些地府的强者 不错 龙神天君微微汗首 那一座天牢的最深处 关押着一位地府的天君 若是能够将它释放出来 那么必将大大增加地府的实力 提升和天庭相抗衡的资本 听得这话 凌晨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一位地府的天君 若是释放出来 对于地府而言 乃至于他们的联盟而言 都将增添一位大壁柱 不知那一座轮回海域 在什么地方 凌晨心中虽然激动 但却还依旧保持着镇定 那毕竟是一座天牢 恐怕有着天庭的重兵把守 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轮回海域 我让清灵带你前去吧 龙神天君开口说道 你可以混入其中 制造混乱 但切记不可和守卫硬拼 天牢的守卫 有一半是我龙宫的人 要让你们混进去 不是什么难事 一切都要在暗中进行 本座战时还不想这么快 就将龙宫牵扯进去 龙神天君不打算这么快 就和天庭明着反目 这样一来 就丧失了在暗处的主动权了 一旦将矛盾挑明 那他们龙宫就必须要搞出大动作 给天庭乙重创 否则就太便宜天庭了 不过 若实在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 本座也只能亲自出手了 万一凌晨无法完成任务 龙神天君也只能亲自出手 将天牢打破了 天君放心 凌晨拱了拱手 这件事情 就让小辈们去办吧 也好 龙神天君点了点头 你要小心行事 说吧 龙神天君的手掌一翻 手中便浮现出了一枚湛蓝色的宝珠 此乃我龙宫至宝 换海珠 可让你变幻形貌 除非是天君级别的存在 否则任谁也无法看穿你的真身 凌晨接过这枚千幻珠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有了这枚幻海珠 它行事起来就方便多了 虽然没告诉任何人 但它现在可是重点人物 天地所需要的世界顶 如今就藏在它的身体之内 一旦要是它被天庭给擒获了 那可就有大麻烦了 清灵 你带凌晨小友下去休息吧 龙神天君看向了清灵公主 是 清灵公主针了针手 玄机向着凌晨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请跟我来吧 有劳公主殿下了 凌晨点了点头 在向着龙神天君和白龙帝君行礼后 便和清灵公主一起退出了大殿 望着退出大殿的凌晨背影 白龙帝君忍不住眉头一皱 向着龙神天君拱了拱手 道 天君大人 您为何将换海珠如此重要的东西 交给一个外人 即便如今已经是盟友 也没有必要将如此重要的东西 交给这个小子吧 这小子可不是什么普通人 龙神天君摇了摇头 本作方才暗中查探了一下他的肉身 发现他的肉身弃血之强横 比起我龙族天骄都要强上一筹 原始族裔当中 肉身能够达到此等地步的 只有所谓的黄金血脉 黄金血脉 是原始族裔最强大的血脉 数量极其稀少 天赋强大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当然 光凭这个 还无法让本作将换海珠交给他 龙神天君的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丝金光 真正让本作在意的是 他的体内 居然有一道如此恐怖的地府印记 白龙帝君文言 不由微微汗手 那一道地府印记的确十分强大 应该是某位地府天君所留 真没想到 这个凌晨小友 身为原始天君后裔 居然又能拥有此等符原 得到地府天君的看重 第3563章轮回海域 白龙帝君十分感慨 凌晨 确实是个幸运儿 如果只是寻常的地府天君 本作倒也不至于将换海珠交给他 龙神天君缓缓摇头 如果本作没有料错的话 似于他印记的 应该是地府中的那一位大人物 哪一位 见龙神天君神色如此郑重 白龙帝君不由感到一阵恶然 地府至尊 龙神天君缓缓地道 地府至尊 白龙帝君脸色大变 难道是那一位 龙神天君微微汗手 怎么可能 居然是那一位大人物 白龙帝君神色震惊 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难怪 龙神天君会对凌晨如此重视 那就不奇怪了 这么说来 凌晨的身后 可是原始天君和地府的双重面子 也无怪乎一项保守的龙神天君 竟然会答应灵晨的结盟请求 可白龙帝君不知道的是 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 龙神天君之所以会答应灵晨 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天地的密谋 若灵晨说的是真的 那么天地所针对的 将会是整个中央星域 乃至于整个宇宙星空 他们龙宫也不能置身事外 唯有选择和原始殿地府结盟 共抗天庭 准确来说是为了对抗天地 在龙宫中休整了数日后 凌晨便和清灵公主动身 前往轮回海域 通往轮回海域的空间传送阵 位于一片黄河色的群山之间 此处有着龙宫的守卫看管 有着清灵公主领路 凌晨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便进入了空间传送阵中 通过传送阵 他们二人来到了轮回海域的边缘 在他们的眼前 出现了一片辽阔无边的海洋 平静的海面 幽蓝色的海水 和陆地上的矮矮白雪形成对比 显得格外归丽 这里便是轮回海域了麻 凌晨望着面前的汪洋 眼神浮现出了一丝凝重 那一座关押了地府天君的天牢 可就在眼前的这一片海域当中 此地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蜀黄打亮着前方的海域 旋即便纵身踏入了其中 然而他一只脚才刚踏入这片海域当中 一股极为阴冷的寒气 便陡然侵袭进了他的身体当中 瞬间将蜀黄冻成了一座冰雕 凌晨立即上前 将蜀黄提表的寒冰震碎 这才将后者给解救了出来 我了个乖乖 这水绝对有问题 若是擅自闯入其中 恐怕会被活活冻死 蜀黄一脸匪夷所思地望着面前的轮回海域 只怕即便是大地层次的强者 若是贸然踏入这片轮回海域当中 只怕也会陷入大麻烦当中 我来试试 凌晨拥有第七重的不朽神体 肉身之强大 非一般人可以相提并论 他抬脚向着轮回海域走了过去 凌晨兄 不可鲁莽 清凌公主的脸色微微一变 立刻出言提醒道 无妨 我自有份寸 凌晨来到了水边 一只脚踏入了进去 吃吃吃 然而 就在他的脚掌 才刚刚接触到海水的刹那 一股惊人的寒气 便迅速地在他的身上弥漫了开来 将凌晨的整具身体都给覆盖了在内 寒冰月节月后 足足是凝聚出了一座七十多丈高的冰山 冰山还在继续抵攀升当中 不好 清凌公主的俏脸默然变色 正要出手救出凌晨 就在此时 那一座冰山却是陡然炸了开来 无数冰晶四射开来 凌晨破冰而出 退回到了岸边 正是凌晨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息 再度看向这轮回海域的茫茫海面 眼中已是多出了几分忌惮 好厉害的寒气 可以侵入血脉之中 就连不朽神体都抵挡不住 凌晨暗暗推算 即便是以他的肉身其强度 若是一刻钟内部脱身的话 恐怕很有可能被困住 整个人的身体都很可能沉入海底 明明寒冷到了极点 却没有结冰 这片海域着实古怪 而且从这海水当中 似乎有着一股相当奇异的力量 能够将人给吸扯进去 楚皇满眼凝重地道 不能飞过去 海水也不能触碰 那岂不是无法通行 凌晨有些失望 眉头紧皱了起来 办法还是有的 就在这时候 清灵公主开口说道 想要进入这轮回海域之中 必须依靠这海域中的轮回古船 只有轮回古船 才能抵达轮回海域的深处 轮回古船 凌晨一脸诧异 听你的意思 这轮回海域之中 飘荡着一艘古老的船只 只有通过这种古船 才能在这轮回海域中航行 楚皇摇了摇头 根本就不相信清灵公主说的话 觉得有些离谱 轮回古船 是这轮回海域中的独有产物 据说是我龙族的先辈 死后化为英灵 通过这一艘艘轮回古船 前往这轮回海域的深处 进行轮回 进行转世 这轮回古船具体是怎么形成的 无人知晓 不过天庭的人已经控制了 一艘轮回古船 他们可以随意进出轮回海域 天庭的船我们就别打主意了 我们只能通过其他轮回古船 进入这轮回海域之中 清灵公主说道 这大海茫茫的 上拿找你说的轮回古船去 楚皇摇了摇头 觉得这是在大海捞针 清灵公主道 这轮回古船 运送的是我们龙族的英灵 我们龙族有专门呼唤古船的暗语 可以将轮回古船给召唤过来 鼠皇听得这话 端地有些无语 有这样的暗语 你不赶紧念出来 还等着过年吗 你这只肥鼠懂什么 对于鼠皇一而在地插嘴 清灵公主也是有些不悦 轮回古船只会在阴阳交替的时候出现 也就是傍晚时分和凌晨时分 现在离太阳落山还有好几个时辰 我们的在此等候片刻 直到太阳落山为止 那就等等吧 凌晨点了点头 随即就地盘坐了下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轮回海域我们是出来乍到 一切听从清灵公主的安排 第3564张轮回古船 就在凌晨等人在这轮回海域岸边等候的时候 另外一队人马 却也来到了这轮回海域的海边 队伍旗帜严整 各个眼神凶满 显然是一对天庭的天兵 为首的是一名中年天江 身材十分魁梧 肌肉发达 体型是常人的两倍 浑身的每一寸血肉 都散发出一种爆炸的力量美感 而在这名魁梧天江的身旁 则俨然是凌晨所熟悉的一道人影 正是那位之前在龙宫之中 耀武扬威的雷炎监察史 雷炎的目光像着那中年天江望了过去 英策策地道 距林天江 龙宫和人类勾结 赶走我天庭的监察史 看来是有造反的迹象 这座轮回海域的天牢之中 关押卓地府的众多囚犯 一直由天庭和龙宫共管 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 此番请示雷帝天军 天军已经降下旨意 驱逐龙宫守卫 让我们天庭接管整座轮回海域的天牢 距林天江冷笑着摇了摇头 龙宫的废物们 居然胆敢在我天庭的面前 表现得不顺从 看来是接受的教训还不够 待处理完此事后 我们便立刻请奏天军 再度调遣天兵天江 将这些废龙们再狠狠地践踏一次 那是自然 雷炎笑着点了点头 眼中陡然涌上了一抹很辣的光泽 不光是龙宫的废龙门 还有那个叫做凌晨的小子 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居然胆敢和我天庭作对 此人必须要请回天庭 接受神雷尸体的酷刑 把他的肉身和神魂一起灭掉 永世不得超生 区区一个无名之辈 竟然敢和天庭的监察使叫板 这样的人如果不让他神魂俱灭 岂不是有损他们天庭的威严 这个人足小子 的确是不能放过 聚灵天江点了点头 不过眼下要紧的事情 还是先的前往处理天牢的事情 天江大人说得有理 雷炎的目光 望向了前方的茫茫海域 不过要想前往轮回海域深处 必须要通过轮回古船 天江大人有没有呼叫轮回古船 前来引渡 已经通知了 聚灵天江微微汗首 不过可能要等到明天的凌晨时分 轮回古船才会抵达此处 那看来还得站等一夜了 雷炎的眉头微微一皱 这轮回海域的确是麻烦 还需要轮回古船通行 偏偏就算是他们天庭 也只掌控了一艘轮回古船而已 只是这么一来 也有个好处 那就是天牢境地 也就只有他们和龙宫能够前往 至于地府的强者 想要营救天牢的囚犯 那必须要跨越这片轮回海域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然而就在此时 通隆隆 前方平静的海面上 掀起了一层层水浪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最开始 水浪也就只有一两米高 渐渐地 变成了数百米高 形成了一片接天连地的水墙 远远望去 一层层水浪 就像是一条条翻滚的山脉 一只宛如幽灵一般的古船 从那海中出现 船体巨大 散发出古老而又强横的气息 这一艘古船 远远看去 是灰白色的 很像是浮在水面的一头巨龙 有龙头 龙爪 龙威 通体散发出一种白色的光滑 宛如半透明的一般 是轮回古船 雷炎的脸上 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不是说这轮回古船要明日凌晨才能到吗 这才黄昏时分 轮回古船怎么就提前出现了 难道是天牢那边 提前派出了这艘轮回古船 不太对劲 距离天将摇了摇头 神色凝重 从此处前往天牢 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就算天牢那边行动再快 最多也就是明天凌晨 不可能今天就抵达 这一艘轮回古船 或许并不是来迎接我们的 不是我天庭掌控的那一艘 不是我们天庭掌控的那一艘 怎么可能 雷炎一脸恶然 这轮回海域中的古船 并不是只有一艘 但是想要召唤轮回古船 只有龙族的皇族血脉 才能够办到 距离天将目光阴冷地 环视着四周 这说明 现在有其他人在这附近 召唤轮回古船 此人很可能是龙宫的皇义 龙族的那些家伙 召唤轮回古船干什么 雷炎的脸色十分森然 这天老乃是我天庭的天兵天将镇守 龙宫只是负责协助看守而已 可并没有听说有旨意 让龙宫增兵防守 距离天将眉头紧皱 雷帝天军的命令 可是让我等驱逐龙宫守卫 独掌天牢 防范龙族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怎么可能还让龙宫增兵防守 天将大人的意思是 这龙族中有人 私自召唤轮回古船 想要偷偷地前往天牢 雷炎的脸色神色一素 这龙宫莫非真想反了我天庭不成 一直以来龙宫都心怀怨气 但雷炎觉得龙宫没有明着反抗天庭的勇气 看来这些调废龙是真打算和他们天庭反目了啊 居然想从天牢下手 雷帝天军的判断是对的 此番让他们立刻驱逐天牢的龙族守卫 恐怕就是出于这一层面的担心 龙宫一旦要发难 首当其冲的 就是这片轮回海域中的天牢 那里面 可是关押着一尊地府的天军 绝对不容有失 巨灵天将 此事可不能让他们得场 雷炎一脸沉冷地道 千别轻举妄动 巨灵天将挥了挥手 本天将要看看 究竟是谁要潜入天牢 待他们出现 我们便出手将其擒祸 好好地审问一番 献给雷帝天军 作为龙宫背叛的罪证 天将大人英明 雷炎咧嘴一笑 眼中陡然泛起了一丝丝的阴毒 这些个废物龙族 居然胆敢不老实 还想按袭天牢 等会被他们擒住 他们自然有的是办法让对方招供 废龙门 该让你们承受 不遵天庭号令的下场了 他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开眼的家伙 撞到了他们的手里 第3565章狭路相逢 轮回古船来了 此时 正在岸上等候的清灵公主 忽然站了起来 眼神有些喜悦的望向前方的海域 那里 当真有着一艘古船正在靠近 向着他们的方向行驶了过来 虽说他知道龙公黄义可以召唤轮回古船 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尝试 能否成功 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现在 轮回古船出现了 已经足以证明一切 既然来了 那就抓紧上船吧 凌晨起身 并未犹豫 便直接向着那轮回古船的方向走了过去 两人一数皆身行一纵 掠上了轮回古船 这艘轮回古船的船体 足足有着一百多里沼 像是一条龙师伏在海面上 在这艘古船上面 修建有一些古老的建筑 比如 甲板 船舱 电雨 船帆 等等 明明是一艘船 却和一座岛屿 一条山脉 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这是一条龙师 那至少也是帝君级别的神龙 甚至是天君级别的神龙 这么大的一艘轮回古船 其中到底有什么东西 恐怕都很难预料 呜呜呜呜呜 从轮回古船的内部 传来了一道极为幽冷的声音 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种声音 不属于活人 轮回古船的内部 聚传有我龙族的英灵 我进去里面看看 你们还是不要擅自进入 否则很可能会招来麻烦 龙族的英灵 应该不会伤害他这的龙宫的公主 但是凌晨等几个人类 那可就不一定了 搞不好被当作是入侵者对待 有境无处 凌晨点了点头 龙族的英灵 他可不想去轻易冒犯 白白招惹上大麻烦 那我们就在甲板枝上等你 不过 你确定那些龙族的英灵 不会攻击你吗 放心 清灵公主笑着摇了摇头 这点自信 本公主还是有的 说吧 清灵公主便步入了船舱之中 这小女子 该不会知道 这股船里面有什么宝贝 所以才不让我们跟上去吧 看着清灵公主消失的背影 蜀皇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这匪蜀 还真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凌晨瞪了蜀皇一眼 人家清灵公主都说了 这股船之中有龙族英灵 万一要是遇到厉害的亡灵 别说是你 就算是我 恐怕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一旦遇上实力强大的龙族大帝亡灵 他这强大的肉身恐怕都起不到多大的防御效果 直接会被对方夺舍 滑滑滑 在抵达了海岸之后 轮回股船并未停留 便调转了船头 原路返回 凌晨的眼中 陡然泛起了一丝丝的金光 搭乘这一头轮回股船 他们应该可以直接抵达天牢的所在地了吧 然而 就在轮回股船即将启动的时候 忽然间 从身后的海岸上 却是末地传来了一道道破风之声 他们各个身躯挺拔 身穿英伪光鲜的铠甲 队伍严整 打着天庭的旗号 正是那具灵天江和雷炎一行人 居然是天庭的人 难道他们也在等着一艘轮回股船 凌晨的脸色微微一变 显然没料到 在这个时间点上 会遭遇天庭的人 糟糕 他们很可能也早就发现这艘轮回股船了 之所以等到现在才现身 很有可能是为了对付我们 蜀黄的眼神接连俱变 凌晨的脸色一沉 他知道蜀黄说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但是他们如今已经在这轮回股船上了 想必想躲也躲不掉 周围都是冰寒至极的海域 无路可退 好小子 我当时谁在召唤轮回股船 妄图偷偷前往天牢 原来是你这个小子 雷炎的目光 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眼中陡然涌出了一抹凛冽的杀鸡 见到凌晨 他是又惊又喜 喜得是终于可以解决掉凌晨 出一口恶气 惊得是这么快 居然就遇到了此子 聚灵天江 此人就是前几日为龙宫出头的那小子 叫做凌晨 此人果然心怀鬼胎 和龙宫勾结 想反我天庭 此次偷偷前往天牢 必是想图谋不轨 雷炎盯着凌晨 嘴角却是掀起了一抹冷酷的笑容 凌晨若归缩在龙宫之中 短时间内 他还奈何不了对方 没想到 此人居然如此大胆 竟是进入了这片轮回海域之中 妄图前往天牢 这是自寻死路 一个小爬虫而已 龙宫居然派这么个小子前往天牢 这是想笑死本江吗 聚灵天江只是扫了凌晨一眼 眼中便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浓浓的讥讽之意 像凌晨这样的实力 即便潜入天牢之中 恐怕也会被轻松按死 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天江大人可别小看此子 此子还是有些实力的 就连杀戮之子都败在了此子的手下 不 聚灵天江这才眉毛一条 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 能够击败杀戮之子 的确不是什么无名小辈 说吧 他望向凌晨的眼神当中 顿时充满了森朗 说 小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子 不可能能够击败杀戮天军重点培养的弟子 这个凌晨 一定不是普通人 背后一定有着背景 必须要挖出来 斩草除根 在下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而已 和劳天江记挂 凌晨屹立在甲板之上 倒是显得十分镇定 虽然来了一名天庭的天江 但却并没有看到有更强大的人物到来 这让凌晨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 若是来了天王级别的人物 只怕今天就非得陨落在此不可了 聚灵天江 何须跟他废话 速速出手将他镇压擒拿 再慢慢审问不迟 雷言在旁劝说道 聚灵天江点了点头 旋即挥了挥手 指挥着挥下的天兵 吏声道 给本天江擒助他 话音落下 两队天兵便列阵杀出 向着那一艘轮回谷船暴掠而去 然而 凌晨见状 却快速地冲到了船头的位置 手中的天剑旋转而出 发出了数十道剑气 一道道剑气 命中了即将登上轮回谷船的天庭 虽然不至于将他们杀死 但却将他们的身体 全部挤落进了海水当中 第3566张黑影 惨叫声此起彼伏 一鸣鸣天兵都被寒气吞噬 化为了冰雕沉入了海底 天江大人 救我 天兵们纷纷挥动双手 呼叫救命 但即便是聚灵天江 也不敢轻易涉足轮回海域 只能看着那一座座天兵所化的冰雕 纷纷沉入了海水之中 无能为力 见到这一幕 聚灵天江的眼神陡然一沉 他手掌一挥 一柄巨斧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他虎步踏出 只是一踏 便来到了轮回谷船的近前 猛的一斧向着凌晨斩去 这一斧来得凶猛 凌晨也不敢用肉身去硬抗 只是将天剑横挡而出 当激烈无皮的火星四射开来 空间波纹席卷开来 凌晨的身体 则是笔直地倒退了出去 一道惊人的腐痕 烙印在了这骚轮回谷船之上 换作是寻常的船只 只怕早就已经被劈成了两半 但是这一骚轮回谷船 在这一斧头下却依旧完好无损 就连那具灵天江批出的腐痕 都是缓缓地消散了开来 然而还不等凌晨惊讶 这轮回谷船的坚固 那具灵天江便已经趁机掠上了轮回谷船 落在了甲板之上 在其落地的刹那 整艘谷船都是剧烈地震了一阵 仿佛难以承受其重 饺子 今日你非死不可 具灵天江挥舞板斧 神力爆发 静止披向了凌晨 凌晨眉头一皱 收起宝剑 将不朽神力凝聚到了拳头之上 一拳轰在了板斧之上 但是 从那板斧之上 却释放出了一股十分恐怖的力量 竟是碾碎他的全径 将他的身体给震飞了出去 这一集 凌晨直接被震入了船舱之中 看上去十分狼狈 不远处的雷炎看到这一步 嘴角陡然掀起了一抹激疯的弧度 哈哈 凌晨小儿 不知死活 论力量 你怎么可能会是具灵天江大人的对手 赶紧磕头认罪 否则下一斧子 就将直接砍下你的脑袋 凌晨的眉头微微一皱 这个具灵天江 天生神力 其本身 更是一味度过了两次大劫的大地 和此种人物正面拼力量 的确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情 他侧过头看向身后 船舱的内部一片乌漆麻黑 四周全是黑色的雾气 很难看清楚百米之外的事物 灵机一动 凌晨没有任何犹豫 变略进了这轮回谷船的深处 虽说青灵公主已经警告过他 这轮回谷船中有龙族的英灵 不可擅闯 但是面对龙族的英灵 似乎比面对上那具灵天江要好 这小子要跑 雷炎的面色一变 这股船就这么大 他跑不了 巨灵天江不慌不忙 这才收起了板斧 目光望着灵晨消失的方位 追 只要灵晨不跳进轮回海域 对方就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而这个时候 灵晨已经来到了轮回谷船的内部 这里依旧笼罩着黑雾 在那雾气当中 有着一股浓浓的死气 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雾气有毒 而且蕴含很强的阴含邪气 灵晨立即运转不朽神力 随即 他的全身皮肤都被一层古铜色的光辉笼罩 这一层古铜色的光照 如同一层防御罩一般 任何生灵想要杀他 都必须要先及穿这一层古铜色的光照 强烈的古铜色光辉似乎成为了这黑暗中唯一的光源 仿佛一盏灯一般 然而 灵晨没走出多远 便感觉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 如芒刺在被一般 灵晨豁然转过身去 然而这一眼望去 却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然而 等他回过头的时候 方才见到了一道鬼影 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前方 灵晨顿时一惊 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道黑影 散发出的气息比距林天江还要可怕 沉默邪雾 灵晨屏住呼吸 手掌按在天剑的剑柄之上 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那一道鬼影 发出了一道阴侧侧的笑声 突然消失不见 只是 这鬼影并不是真的消失不见 而是速度太快 近乎消失在了黑雾当中 灵晨犹如条件反射一般 快速出剑 斩向了鬼影 但是 这一剑却斩在了空除 斩棘在了墙壁之上 绽放出了璀璨的火星 不好 在斩空的上那 灵晨的脸色便漠然一变 果然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只鬼爪 已经掐住了天剑的剑锋 鬼影的本体 竟是趁机破镜了过来 另一只鬼爪 悄无声席地席向了灵晨的心口 那一道古铜色光照 竟是丝毫都没起到阻拦作用 就被鬼爪给伸了进来 眼看就要掏走灵晨的心脏 但就在这千钧一法之际 灵晨的胸口上 却忽然绽放出了一道耀眼的蓝色光芒 鬼爪刚触碰到这一道蓝色光芒 便立刻缩了回去 旋即灵晨便听到了一道惊疑之声 人类的身上 怎会有我们龙族的至宝患海珠 然而这一瞬间的迟疑 却给了灵晨逃命的机会 他立即转身逃窜而出 想要摆脱这一道鬼影 这一道鬼影 定然是一道龙族的亡灵 而且生前在龙宫之中 身份恐怕不低 在这鬼影的追逐之下 灵晨在黑雾中也是犹如焖头苍蝇般乱闯 似是因为那一道鬼影的存在 这轮回古船中其他的亡灵 在见到灵晨的刹那间 便躲得远远的 根本不敢靠近 然而自始至终 灵晨都感觉有道阴冷的眼睛在盯着他 始终都没有松开 这东西还在跟着舞 灵晨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还以为进入这船舱之中 能够避开那具灵天江 却没想到 刚入这船舱之内 就遭遇到了一尊如此强大的鬼影 对他紧追不舍 看样子是缠上他了 而就在灵晨发愁不已的时候 忽然间 前方的黑暗中 却也出现了一道亮光 那视线当中 俨然是有着一名美丽的年轻女子 手中提着一个灯笼 在黑暗中举举独行 灵晨的眼睛一亮 这名年轻的美丽女子 不正是和她一同登上轮回古船的清灵公主吗 第3567章 金河帝君 清灵公主 灵晨仿佛遇到了救星一般 对方可是龙宫的公主 说不定能够应付这道鬼影 然而 她才刚刚喊出对方的名字 一条黑色的处须 便从后方的黑雾中暴射而出 陡然将灵晨的身体给纠缠住 而后猛的一拽 将灵晨给拽入了黑暗之中 灵晨 只是 清灵公主已经听到了灵晨的声音 她的目光一眼往来 正巧就瞥见了灵晨被鬼影拉扯的一幕 她身形陡然掠了出去 冲进了黑暗之中 身体迅速融化 伸出了一条龙尾 将灵晨的身体给定住 但是 那一道鬼影 却从黑暗中显化了出来 一条条处须 从其体内延伸而出 一眼看去 就像是一只大章鱼一样 大章鱼的中心 是一个长满了锯齿的嘴巴 只见得这道鬼影张开血盆大口 眼看着要将灵晨吞噬的时候 先被 清灵公主紧急地叫出了声 她是我们龙宫的朋友 还请高抬贵手 话音落下 那一道鬼影的动作 也是陡然停滞 那一条条处须 竟果真退了回去 没有再继续对灵晨出手 见到这般情形 灵晨也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若是清灵公主吃来半步 只怕他就沦为这鬼影的血实了 这小子明明是个人类 怎会拥有我龙宫的幻海珠 我龙宫 何时需要和人族为伍了 难道又是天庭的人 提到天庭 这道鬼影的语气中 显然是多出了几分怒火 我未为龙族 难道从此之后 就真成了天庭的走狗了 越是天庭的人 才越该死 从那黑雾深处 传出了那一道鬼影真正的声音 少了几分森朗 多了几分人性 先被 灵晨兄他并不是天庭的人 清灵公主连忙解释 相反 他是我们龙宫对抗天庭的盟友 此番前往天牢 乃是要放出地府囚犯 和天庭彻底决裂 哦 听得清灵公主的这番解释 那黑雾中散发出来的煞气 陡然就消灭了许多 此话当真 龙宫要和天庭决裂 释放天牢的囚犯 指示此等大事 怎么只派你们两个小娃娃前往 你们两个小娃娃 该不会是想蒙骗本作吧 鬼影的声音当中 蕴含着一丝丝的惊蚁 怀疑清灵公主所言的真实性 绝对不是 清灵公主神色略显慌乱 不过旋即她便催动起自身血脉 高亢的龙吟之声 陡然在她的体内响彻了起来 龙宫黄翼的血脉 竟显无疑 嗯 这股血脉波动 是我龙宫的皇室血脉 鬼影的声音十分诧异 显然知道了清灵公主的血脉来历 小女子 你是龙宫哪位天君的血脉 清灵公主不敢怠慢 向着鬼影唯唯拱手 道 启禀前辈 本宫是海皇天君的三女儿 清灵 不知您是我龙宫的哪一位前辈 如此一头强大的龙族亡灵 绝不可能是什么无名之辈 生前一定是他们龙宫的某位排面人物 原来是海皇天君 鬼影的声音蕴含着一丝凝重和敬意 以海皇天君的傲骨 本作不相信他会坐天庭的走狗 本作的名字叫做敖雄 人称金河帝君 金河帝君 你是金河帝君 清灵公主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吃惊的神色 金河帝君 那可是他们龙宫之中 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虽然没有晋升天君 但却是龙宫之中 曾经实力仅次于天君的大人物之一 金河帝君 龙宫中的典籍中有关于你的记载 你是在一次和地府的大战中失踪的 这一次大战 是天庭和龙宫联手 对地府发动的一场围歼战 正是因为这一战击亏了地府主力 才能擒获那么多地府的高手 甚至连一位地府天君 都轮位了俘虏 被关押在了这轮回海域的天牢之中 而金河帝君 最后被定性为地府所为 天庭还对你的牺牲进行了表彰 说到这里 清灵公主的声音越来越小 已经不打算继续说下去了 她所实在有些奇怪 金河帝君为何会如此仇视天庭 放她娘的狗屁 起料金河帝君听了清灵公主的阐述后 却是雷霆大幕 本作根本就不是死在地府的手里 而是死在天庭小人的手里 什么 清灵公主的俏脸默然变色 仙辈的意思是 是天庭中人出手害了你 这怎么可能 金河帝君的眼神阴沉 害死本作的元凶 是天庭的雷帝天君 雷帝天君明知道地府设下了埋伏 却还抢令本作率领龙族的人马 进入地府埋伏的路线 想要拿我们龙宫的力量去消耗地府 两败俱伤 天庭好从中得力 在那一战中 地府和龙宫都损失惨重 唯有天庭 以极小的代价 便葬送了我龙宫大批精锐 并且勤拿了地府的黄泉天君 及其麾下的众多魔头 可谓是一举两的 凌晨和清灵公主二人闻言 坚忍不住眉头一皱 想不到堂堂雷帝天君 形势竟如此卑鄙 比起地府 本作更痛恨天庭 龙宫绝不能继续做天庭的走狗 否则只会被天庭慢慢削弱蚕食 最终彻底被从地图上抹去 清河帝君激动地大叫道 显然 他自身的遭遇 让他对天庭产生了尤为深刻的仇恨 帝君放心 我们龙宫已经和原始殿 地府达成了同盟 日后要共抗天庭 您放心 日后我们龙宫若能攻上天庭 并会有机会为您报仇血恨 清灵公主道 好 好 今和帝君激动不已 但就在此时 从那后方的黑雾当中 却陡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不好 是那句灵天将到了 凌晨的脸色陡然一变 目光立即向着那脚步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那里 俨然是有着一道道人影出现 而那为首之人 正是那句灵天将和雷炎二人 好家伙 居然跑到这里来了 可让本江一阵好找 里逃不出本江的手掌心 乖乖受死吧 再看到凌晨的刹那 那句灵天将的眼中 也是陡然涌上了一抹狂喜之色 第3568章帝君相邦 千辈 那是天庭的追兵 还请助我们一臂之力 清灵公主连忙向聚灵天将求助 天庭的人 居然敢在轮回谷船上追杀龙公的公主 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今和帝君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冷光 放心吧 天庭的萧小 就交给本帝君来处理吧 说吧 这今和帝君所化的鬼影 便陡然暴律而出 席卷着滔天黑雾 向着聚灵天将席卷而去 沉默鬼东西 感受到那股极度森冷的波动 聚灵天将的脸色豁然一变 这股气息连他都感到战利 这一定是一尊极其恐怖的存在 聚灵开天 聚灵天将不敢怠慢 全身金黄色的神力 悉数注入了手里的板斧当中 一斧则披了出去 在批出一斧的同时 一道金黄色的巨大天将虚影 也随着这斧钢而暴冲而出 冲向了那一道鬼影 巨大的天将虚影 凶悍无匹 横杀而出 也是一斧批出 便将那一道鬼影 给生生地集成了虚无 区区鬼影 不过如此 聚灵天将咧嘴一笑 喝他一大跳 他还以为这一道鬼影 是什么旷石凶物 结果没想到被他一斧就披散了 简直是不堪一击 然而 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 那一道鬼影 却是重新在巨灵天将的头顶汇聚 而后犹如一道黑色瀑布一般垂落下来 将巨灵天将的身体给包裹了在内 滚开 巨灵天将体内的神力 犹如飓风般席卷开来 将那一道鬼影冲散 但可惜 结果却并没有如愿 依旧将巨灵天将的行动给封得死死的 紧接着 那鬼影当中 忽然显露出了一颗猙獰的鬼龙头 在出现的刹那 便一口咬了下去 弄擦一声 直接将巨灵天将的头颅给啃了下来 头颅被啃 巨灵天将近身的无头尸体 陡然喷涌出了一道血柱 然后轰然倒闭 巨灵天将大人 雷炎的脸上 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惊恐之色 堂堂天庭的一位天将 居然就这么被急杀了 这一道龙族的亡灵 未免太过恐怖 该死 竟敢杀我天庭天将 你龙族这是要造反吗 雷炎心中胆怯 但嘴上还是色内力忍地吼道 想靠天庭的威名 来让这龙族亡灵投鼠忌器 凌晨 你知道我的身份 我可是雷帝天君的清传弟子 你敢杀我 雷帝天君绝不会放过你 雷炎又看向了凌晨 大吼大叫道 听得这话 凌晨的嘴角 不由得掀起了一抹糊度 这雷炎不说话还好 这么一说 恐怕死得更快了 天庭 老子最恨的就是天庭 小子 你说什么 你还是雷帝天君 那个卑鄙小人的弟子 金河帝君的话音当中 包含着一丝怒火 本座杀不了雷帝天君 报仇血恨 今日就先拿你这个弟子开刀 你这小子 就当是帮你师父 那的卑鄙小人赎罪了 没等雷炎再说什么 金河帝君便陡然探出 龙头是咬而出 将那雷炎给当场咬死 不 凄厉的惨叫声响彻而起 但可惜没有任何作用 这雷炎便只剩下一具 蚕尸血淋淋的躺在地上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死在这种地方 凌晨则有些心惊 不愧是龙族帝君 哪怕只剩下区区一道亡灵 也能如此三下五除二帝 将巨灵天江和雷炎给解决掉 不需要费吹灰之力 幸好此人和天庭有仇 否则的话 恐怕这巨灵天江和雷炎二人的下场 很可能就是他的下场 多谢前辈出手 替我们解决了麻烦 在这巨灵天江二人被解决掉后 凌晨也是向着金和帝君拱手道谢 他们运气不好 撞到了本座的手上 想在本座的船上做威作福 这是自寻死路 金和帝君摇了摇头 满不在意 仿佛就像是捏死了两只蝼蚁一般 他已经变成了一位亡灵 连死都不怕 又何必惧怕天庭 清灵公主望着面前的金和帝君 前辈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到您的 或者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您离开这艘轮回古船 前往轮回转世 对于金和帝君的遭遇 清灵公主只感觉对方十分可怜 明明是龙宫的大功臣 死后的阴魂 却被禁锢在这轮回古船当中 在这轮回海域之中漂泊 无法进行转世 转世 这几乎不可能了 金和帝君摇了摇头 本座陨落之后 尸骨已经堕入了轮回海域的深处 永生永世 只能承受这轮回海域的奴役 除非 你们能够找到本座的尸骨 将它打捞出来 带离轮回海域 但那无异于大海捞针 金和帝君并不抱什么希望 觉得凌晨和清灵公主 这两个小辈能帮到自己 这么一听 凌晨的确觉得无能为力 这轮回海域何等浩瀚 想要在那其中找到 金和帝君残存的尸骨 这太难了 你们两个小辈 只需要办成你们手头上的事情 让天庭吃个大亏 就已经算是对本座最大的报答了 金和帝君道 凌晨点了点头 前辈放心 我们这次定会打破天牢 放出地府的囚徒 让天庭尝一尝失败的滋味 好小子 让天庭尝一尝失败的滋味 这话本座爱听 金和帝君点了点头 神情大悦 玄疾他的目光 便落在了凌晨和清灵公主二人的身上 小辈 你们在此与本座撞见 也算有缘 更何况 你们此行事要去和天庭对抗 本座更要帮你们一把了 听得这话 凌晨的神色为感诧异 这个意思 恐怕是有什么机缘了 本座已成亡灵之身 无法离开这轮回古船 途流这道阴灵在此 随波逐流 也始终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随即 金和帝君看向了凌晨 小辈本座打算 将仅剩的龙魂之力传输于你 让你承载本座的龙魂 继续战斗 我 凌晨指了指自己 脸上露出了一抹十分诧异的神色 有清灵公主这位龙宫的公主在场 似乎怎么也轮不上他一个外人吧 第3569章龙魂传输 不错 金和帝君点了点头 这丫头拥有自己独立的龙魂 本座的龙魂属性和他相识 故而不能传输给他 自然只能便宜你这个人族的小辈了 可是 凌晨他身为人类 能够承受得了前辈宁的龙魂之力吗 清灵公主表现得有些疑虑 龙魂 只有他们龙族才有 凌晨毕竟只是一介人类 他的肉身体质 只怕无法承受金和帝君强大的龙魂之力 最后怕是传承不成 反而会害了凌晨 不必担心 这小子肉身极为强悍 异于常人 而且他的体内 似乎也有着一丝丝稀薄的龙族血脉 虽然十分薄弱 但至少不会造成龙魂之力排斥 金和帝君打量着凌晨 得出了结论 他也是在一番查探之后 方才觉得凌晨是合适的人选 小子 你可愿意一事 金和帝君问道 凌晨文言 顿时有些异动 这可是一道帝君级别的龙魂之力 要说他不感兴趣是不可能的 只是毫无疑问 此事 他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一旦失败 搞不好直接就是暴体而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风险 应该是值得的 那可是一道帝君级别的龙魂之力 在凌晨沉吟之际 金和帝君的脸上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戏烈之色 如果失败的话 那么下场就会和本座一样 变成这骚轮回谷船上的亡灵 不过那也挺好的 就当作是本帝君的接班人好了 凌晨脸色微微一变 他可不想变成和这金和帝君一样的下场 成为这骚轮回谷船上的亡灵 永世不得超生 失败的代价 无疑是沉重的 请前辈出手吧 凌晨并未犹豫太长时间 便终于做出了决定 李决定了 金和帝君眼神一动 在他看来 如果凌晨连这个胆量都没有 那就没有资格承接他的龙魂之力 我决定了 凌晨郑重骑士地点了点头 请前辈开始吧 好 本座果然没有看错你 金和帝君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既然如此 那你可要做好准备了 本座的龙魂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承接住的 话音落下 那半空之中的鬼影 便陡然翻腾了起来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浓缩起来 最终凝聚成只有一尺左右长短 猛地向着凌晨席卷而去 一尺左右长短的迷你黑龙 直接从凌晨的眉心钻了进去 涌入了凌晨的体内 刹那之间 凌晨只感觉有着一股江河般的力量 在他的体内肆虐开来 冲击着凌晨的肉身 凌晨面色微微一变 他立刻催动不朽神体 就地盘坐而下 全力抵御这股可怖的龙魂之力 他的不朽神体 如今已经达到了第七重境界 而在他的血脉当中 又包含着一丝丝的龙族血脉因素 因此凌晨的肉身 却倒是能够承受得住这股龙魂之力 然而 这股强横的龙魂之力 在凌晨的体内蛮横肆虐 以惊人的速度 直接向着凌晨的脑海中涌去 直指凌晨的神魂 哗啦啦 龙魂之力涌入凌晨的脑海之中 顿时和凌晨本身的神魂发生激烈冲突 这股龙魂之力十分暴虐 硬是将凌晨的撕裂了开来 欲要和凌晨的神魂之力强行相容 那等冲击 似是要将凌晨的神魂 给当场拧灭一般 凌晨咬紧牙关 将神魂之力集中调动起来 但却依旧难以抵御这股龙魂之力 更别说要将其吸收炼化了 这股龙魂之力 比他想象中要棘手得多 小女子 你来助他一臂之力 就在这时候 金河帝君的声音突然在半空中响了起来 让得清灵公主的俏脸微微变色 先辈 我该怎么帮他 这种时候 连他都有些六神无主 将你的龙魂释放出来 包裹住他的神魂 帮他分担一些压力 金河帝君开口说道 这里只有你能帮他 如若不然 这小子很可能会失败 知道了 清灵公主自然知道凌晨的重要性 后者可不能在这里倒下 否则他们的计划可就泡汤了 当即他便遵照金河帝君的吩咐 调动起自己的白龙之魂 而后来到了凌晨的身边 双手放在了凌晨的背上 将白龙魂的力量 注入了凌晨的体内 白龙魂之力 涌入了凌晨的脑海之中 与凌晨的神魂相结合 分担了部分的压力 但即便如此 却依旧难以抵御这股龙魂之压 我们还是太草率了 凌晨毕竟不是龙公皇义 甚至连龙族都不是 他怎么可能接纳得了 堂堂龙族帝君的龙魂之力 清灵公主的脸色有些难看 刚才 他就应该劝说凌晨放弃 就不会酿成眼下这种糟糕的结果 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无用 覆水难收 这种事情是无法收回的 现在只能咬牙坚持 金河帝君的声音再度传了过来 你也要竭尽全力 否则这小子必死无疑 清灵公主唯唯真手 玄机神色变得极度凝重起来 她末的改变方式 从背后将凌晨的脑袋给抱住 贴在自己的胸口 这样更便于她将自身的龙魂之力 传输到凌晨体内 但是 凌晨的身体 就仿佛是一个无底洞一般 源源不断地将消耗她的龙魂之力 清灵公主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这是龙魂之力透支的表现 这下麻烦了 清灵公主的美眸当中 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担忧 她的力量渐弱 如果失去了她的帮忙 只怕凌晨将遇发难已承受 扑斥 清灵公主默然喷出一口鲜血 松开了凌晨 而金河帝君的那一股龙魂之力 也是忠于犹如脱疆的野马一般 肆虐开来 完了 清灵公主心头一颤 若是任由这股龙魂之力在凌晨体内爆发 只怕后者的结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暴体而亡 但就在这时候 一股极为浩瀚的莫名犀利 却是忽然从凌晨的身体深处弥漫而出 竟是猛地将这股龙魂之力 给西树帝吞膝而尽 第3570章声领导 一瞬间 那一股原本还在凌晨体内肆虐的龙魂之力 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了下去 遭到了这股无名之力的压制 这股无名之力 极为浩瀚 即便是清灵公主 也有种仿佛遭遇了大恐怖的感觉 仿佛有一尊仙人 住在凌晨的体内一般 居然连经和帝君的龙魂之力 都遭到了压制 而就在此时 凌晨豁然睁开了双眼 陡然运转神魂之力 将这股被压制的龙魂之力 吸入了脑海之中 龙魂之力 这才西树帝被融入了凌晨的神魂当中 巨魂 凌晨双手结印 脑海中的魂力迅速凝聚 龙魂之力 已经被凌晨所压制 现在 只需要将其与自己的神魂 彻底融合即可 只不过 这并非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 时日时间过去 船舱之中 凌晨依旧盘坐在地 他的眉心 俨然是有着一道惊人的光芒涌动 往深处去 宛如一片波涛 隐约之间 仿佛水流一般 那是神魂相容的声音 过了半晌 凌晨终于睁开了眼睛 那眉心涌动的神魂力量 也是缓缓地吞去 收回到了体内 终于结束了 凌晨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这金河帝君的龙魂实在过于强大 即便是他 都险些出了大岔子 不过索性的是 这股龙魂之力 现在已经暂时被他融合进了神魂之中 虽然还没有完全融合 但是得到了金河帝君的这股龙魂之力 他的灵魂力量 已是得到了极大提升 成功了 见得凌晨睁开眼睛 清灵公主的脸上 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算是吧 凌晨点了点头 这股龙魂之力 已经能够为他所用 之不怕想要将其完全掌控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方才我在帮你压制龙魂之力的时候 本来要支撑不住 却突然发现你的体内 多出了一股浩瀚的力量 瞬间就将龙魂之力给压制住了 清灵公主一脸凝重地看着凌晨 你可知道 那究竟是什么力量 他很好奇 金河帝君的龙魂之力 和其强大 这世上能够压制这股龙魂之力的 怕是只有天君的力量了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凌晨摆了摆手道 他当然知道 方才出来压制龙魂之力的 是仙气世界顶的力量 至于这一道仙气的威能究竟有多强 恐怕只有天君们才会知道了 只是他不能说 世界顶的事情 谁也不能透露 本宫明白了 就在这时候 清灵公主的眼中 却浮现出了一抹明雾之色 你明白什么了 凌晨的脸色微微一变 难道这清灵公主看出点什么来了 她好像并没有露出什么马脚吧 这姑娘这么聪明的妈 仅凭这点 就猜出了世界顶的存在 就在凌晨正想着该如何解释 蒙混过去的时候 清灵公主开口了 肯定是地府印记的力量 毕竟 那是地府天君的力量 能够压制金河帝君的龙魂 也不足为奇 地府印记 凌晨愣了愣 原来对方想的是这一茬 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见凌晨有些发愣 清灵公主柳眉一条 怎么 除了地府印记 难道你的体内 还有其他能够压制龙魂的力量吗 应该没有 凌晨摇了摇头 听公主殿下这么一分析 我倒是忘了 的确很有可能是地府印记的力量 否则我恐怕早已命丧皇权 清灵公主 微微真首 美眸中流露出一丝的艳线 凌晨 现在你不仅拥有一枚强大的地府印记 还得到了我龙族金河帝君的龙魂 今后前途不可限量 日后成就天君到果 也并非不可能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 凌晨摇了摇头 我们还是先将天牢的事情办成再说吧 你说得对 清灵公主再度遵守 轮回古船 已经在轮回海域中兴使了十多天了 应该也快抵达目的地了 接下来的几天 凌晨一边练画龙魂之力 一边和清灵公主探索这艘轮回古船 寻找古船上可能会有的龙族遗宝 在第十六天的时候 前方茫茫无稽的海面之上 却出现了些许的异象 那视线当中 海域似乎被分为了两半 一半为阴 一半为阳 散发出截然不同的气息 而在这阴阳交界之处 则俨然是矗立着一座生机勃勃的岛屿 清灵公主的眼睛一亮 指着前方的那座岛屿 到阴阳交太之处 那就是天牢所在的生灵岛了 视线当中 那一座聪裕的岛屿 生机勃勃 各种植物 藤蔓皆极为茂盛 足足有着数百丈高 生气旺盛 关押地府众强者的天牢设在这里 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生灵岛中 拥有着几乎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生灵之气 而这天牢中所关押的地府强者 都是死族和亡灵族的强者 这些生灵之气 正好可以用来磨灭地府强者身上的死气 久而久之 便可以将他们磨灭在这天牢之中 生灵岛的周边 由天庭布置了一座守护阵法 将整座生灵岛设置了一道隔离层 阻挡其他生灵闯入 以前 只有天庭和龙宫的人方能进入 但是 经历了那三位监察使的事情后 现在龙宫的强者也已经受到了限制 只有天庭之人 才可出入生灵岛 看来我们马上就要抵达生灵岛 在那之前 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凌晨的眼中陡然闪过一丝光芒 旋即他手掌一挥 那一枚幻海珠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凌晨将自身神力灌输其中 幻海珠之上 绽放出一道道一彩 将他的身体笼罩 下一刻 凌晨便幻化成为了聚灵天江的模样 随后 他将这幻海珠交给了清灵公主 后者利用幻海珠的力量 同样改换了外形 将自己幻化成了雷炎的模样 有幻海珠的力量加持 更何况那聚灵天江和雷炎的遗物 都已经落在了他们的手里 气息都一模一样 根本看不出来 第3571章是散天王 好了 这下应该没人认得出来了 凌晨和清灵公主各自打量着对方 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和聚灵天江 雷炎监察时两人一模一样 除非是天君级别的大人物 否则不可能看得穿两人的真实身份 两人通过轮回古船 渡过海域 抵达了这生灵岛的岸边 沉默人 两人刚刚下船 便立刻被天牢的守卫发现 迎面走来了两名天牢守卫 拦住了凌晨二人的去路 大胆 凌晨的两眼瞪得滚圆 声音犹如滚雷一般 学习聚灵天江的口气说话 嗓门巨大 震得两名天牢守卫耳朵嗡嗡直响 脸色苍白 瞎了你们的狗眼 连本天江都不认得了 旁边的清灵公主也是冷声道 这位可是天庭的聚灵天江 你们连聚灵天江都不认得了 聚灵天江 两名天牢守卫 立刻肃然起劲 玄机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谄媚的笑容 原来是聚灵天江 醒树小的眼拙 没有将您给认出来 上头已经吩咐了 说今日聚灵天江和雷炎大人会驾灵天牢 只是为何只有你们两人 那一对天兵呢 两名天牢守卫 瞅着灵晨和清灵公主身后空无一人 神色也是胡一起来 忍不住问道 我们在轮回海域当中 遭遇到了龙族亡灵的伏击 一对天兵全部阵亡了 灵晨摇了摇头道 什么 区区龙族亡灵 竟敢如此造次 两名天牢守卫皆是面色一变 眼神阴沉地道 看来龙宫的这群家伙 的确不太安分 来日定将上奏天庭 给他们深刻的教训 这都是后话了 我们二人这次前来 乃是奉了雷帝天军的命令 前来视察天牢 你们二人快快带路 迎我们进去 凌晨郑重骑士地道 遵命两名天牢守卫接拱了拱手 但却仍旧面有一色 天将大人 不知你们身上 可有天军大人的守令 当然有 凌晨只是扫了这两名天牢守卫一眼 旋即道 怎么 你们难道还怀疑本天将不成 不敢 小的门只是按规矩办事 两名天牢守卫连忙陪笑道 说吧 凌晨便掏出了雷帝天军的守令 交给了两名天牢守卫查看 果然是雷帝天军的守令 两名天牢守卫在确认过后 便将守令归还给了凌晨 然后神太恭敬帝对着凌晨二人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两位大人 这边请 在这两名天牢守卫的引领之下 凌晨和清灵公主来到了那天亭的镇法之前 镇法大门轰然敞开 将凌晨和清灵公主给放了进去 那岛内看似一片祥和 岛不像是一座牢狱 而更像是一座世外桃源 这群守卫当中 有一半人族 一半龙族 岛也相安无事 看上去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你们两个直接带我们去见被关押在天牢最深处的黄泉天君吧 凌晨的目光在这周围扫视着 缓缓地说道 此人才是雷帝天君最为关注的物件 大人要见那黄泉天君 其中一位天牢守卫眉头一皱 黄泉天君乃是天庭重犯 两位大人想要见此人 必须要得到天牢御常 是散天王的许可 凌晨岛也并不意外 那黄泉天君毕竟是地府的天君 是何等重要的人物 就算是天庭天江 只怕也不是想见就见 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凌晨对着这两名天牢守卫吩咐道 那就带我们去见赤散天王吧 顺便将龙宫的黎荒龙王也叫过来 本天将有事和他们二人商议 是 两名天牢守卫分头行动 一人前往传令去了 另外一人则继续带着凌晨二人 前往觐见这生灵岛的天牢御常 是散天王 生灵岛 主大殿之中 在那主作之上 赫然是端坐着一名蓝袍中年人 此人身材魁梧 气势棒薄 身躯脚健 全身穿着火红色的台甲 手中更是拿着一把赤红色的巨散 一种极为灼热的气息 从其身上弥漫而出 此人 便是这天牢的御常 同时也是天庭的一位大能 是散天王 聚灵天将 雷烟监察使 你们可总算来了 本王等你们很久了 在凌晨和清灵公主踏入大殿之后 那次散天王便磨地眼睛一亮 然后从那主作上奏了下来 脸上似是洋溢着十分灿烂的笑容 路上遭遇了一点小麻烦 让天王久等了 凌晨向着这次散天王拱了拱手 眼中流露出了丝丝的恭敬之意 然而他的目光 却很快落在了这次散天王身上的赤散法宝之上 此散 上面布满了习义的宝珠 闪耀着炫目的神光 乃是一件强大的帝兵 名为昏远散 据说其中内有乾坤 抹杀过无数地府和妖族的强者 威名赫赫 赤散天王在天庭中地位不低 曾替天庭征战各方心域 立下无数功勋 这座天牢 在天庭的眼里十分重要 天庭这才会派赤散天王前来此地 镇守着生灵岛的天牢 快快请坐 赤散天王显得十分客气 以他的身份 本来不需要对聚灵天江和雷炎如此客气 但是 这两人都是雷帝天君麾下的人物 而雷帝天君 偏偏又是当今天帝极为器重的大人物 如今天庭的许多事物都是出自于雷帝天君之手 由雷帝天君来裁决 赤散天王要是想离开这生灵岛 除非是雷帝天君有旨意 否则还不知道要看守此地到什么时候 雷帝天君这次派你们前来 可有什么旨意传达 在凌晨和清灵公主两人落座之后 赤散天王便开口问道 雷帝天君此番命我二人前来 却有旨意相受 凌晨微微点了点头 龙宫驱逐天庭监察使的事情 不知道赤散天王可有听说 略知一二 赤散天王汗了汗手 玄机眼中陡然泛起了一抹金光 怎么 龙宫要造反了 凌晨再度点了点头 面色凝重地道 这种可能性很大 雷帝天君害怕龙宫造反 天牢有失 所以派我们前来传旨 驱逐这生灵岛上的所有龙宫之人 第3572章矛盾计划 此事的确不小 赤散天王点了点头 天牢时关重大 如今龙宫返向已录 确实应该采取措施 不知道雷帝天君 可有吩咐本王做什么 他的眼神微微一宁 用不用 本王直接下令 对龙宫守卫动手 将他们驱逐出生领导 本将已有对策 凌晨摆了摆手 我已经让人去通知黎荒龙王 命他前来 当面通知此事 待会需要天王出手 举杯为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将这黎荒龙王袭杀于此 只要那黎荒龙王死了 其他的龙宫守卫 自然就不足为虑了 此祭圣妙赤散天王 唯唯汗守 但他的眉头却唯唯一皱 只是 这里荒龙王好歹也是龙宫的龙王 就这么杀了他 会不会适得其反 刺激龙宫 这是雷帝天君的意思 凌晨一脸的不以为然 连圣山一战 龙宫都可以忍得下去 区区一个龙王算得了什么 更何况 龙宫前不久刚刚驱逐了我天庭的三位监察使 干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 我天庭 必须要给他们一次教训 让他们知道 忤逆天庭的下场 本王明白了 赤散天王点了点头 道 那雷帝天君有没有交代 提及什么时候将本天王调任的事情 这里荒龙王是死是活 他毫不在意 既然是雷帝天君的意思 他遵从即可 他最关心的 还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鬼地方 天王放心 雷帝天君大人说了 只要天王能够将这件事情办妥 便会找机会将天王调离圣领导 派其他人来接任御长的位置 哦 那就待本王多谢雷帝天君 赤散天王一脸笑容 就在这时候 便外转来了一阵脚步声 天王大人 黎荒龙王到了 稍后 凌晨便见到一名投生双脚的龙族老者 他长着落腮胡须 却身材矫健 肌肉发达 步伐沉稳 走入了这大殿当中 此人 便是龙宫负责协同镇守天牢的首位 黎荒龙王 不知赤散天王叫老夫前来 是有何事相告 黎荒龙王抬起苍镜的头颅 目光看向了主座上的赤散天王 目光针锋相对 并无任何礼敬之意 这里荒龙王虽然身在这身领导天牢之中 但却对于龙宫的事情略有耳闻 这段时间 龙宫被受天庭的欺压 圣山被毁 并海珠被夺 海皇天君身受重伤 前几日 那天庭更是派出了所谓的监察使 想要干涉龙宫内政 最后被对了回去 即便如此 他身为龙宫的龙王 龙宫受了这么狠的欺压 他自然不能够无视 对于天庭 黎荒龙王心中有一万个不满 只是上头没有命令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黎荒龙王 请坐 凌晨向着这黎荒龙王摆了摆手 旋即看向了旁边的清灵公主 道 雷炎监察使 去 给黎荒龙王倒杯茶 是 清灵公主走到了黎荒龙王的面前 端起了茶杯 笑道 龙王大人 镇守天牢辛苦了 不用 其料那黎荒龙王却并不给面子 只是横眉冷对地道 天庭的茶 本王可承受不起 怎么 黎荒龙王是不想给本 监察使面子 清灵公主皱了皱眉头 模样有些不悦 本监察使可是雷帝天君的清传弟子 你不给我面子 就是不给雷帝天君的面子 怎么 如今一直有传言说 龙公欲背反天庭 难道传言是真的 听的这话 黎荒龙王的脸色不由微微一变 目光这才缓和了一些 勉为其男帝从清灵公主的手里 接过茶杯 但是在接触茶杯的瞬间 他的眼神却是豁然一变 眼中默地闪过了一丝惊疑 但是 这一抹惊疑 也只是持续了极短的时间 便一闪而逝 恢复了平静 他缓缓端起茶杯 正准备饮下的时候 凌晨的眼中 忽然闪过了一抹灵力 动手 话音当落 那主座上的赤伞天王 便末地从座位上飞升而起 手中的混原伞漠然张开 突然向着下方的黎荒龙王笼罩而去 雷炎监察使快步后退 那混原伞张开的刹那 便宛如一方星空降临 上面的每一粒宝珠 都是一颗星辰 眼看就要将这黎荒龙王 风困在其中 然而 黎荒龙王却提前做出了反应 在赤伞天王动手的刹那 他的身上 却也是浮现出了一道道龙灵出来 竟是直接画出了本体 砰 龙爪快速地轰击在了那混原伞上面 将混原伞给遏制住 而他的本体 则盘踞在这大殿上空 一双冰冷的龙墓 盯着赤伞天王 赤伞天王 你这是什么意思 赤伞天王的脸色一变 他有点没想到 自己的袭击居然失败了 以他的实力 对黎荒龙王突然发起袭击 怎么可能会失手 这没理由 除非 对方早有准备 但是已至此 赤伞天王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他的眼中 闪过了一抹森冷之意 奉雷帝天君之命 清除龙宫在生灵岛上的守卫 黎荒龙王 束手就擒吧 不要给你们龙宫招惹上麻烦 可笑 黎荒龙王冷冷一笑 依本王看 分明是你想借机公报私仇 对付本王 却假借雷帝天君的旨意 他的一双龙眸之中 光芒闪烁 旋即张开龙嘴 雄魂的声音 传出了大殿 在整座生灵岛上响彻了起来 是散天王谋害本王 所有龙宫强者听令 立刻前来主殿 黎荒龙王 你是要造反吗 就在这时候 凌晨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大声地指责道 而等欺人太甚 我龙族岂能坐以待毙 黎荒龙王大好 人善被人欺 我龙族绝不再忍受欺压 今日就是战上一场又何妨 在黎荒龙王这般力喝之下 整座生灵岛的龙宫守卫 都是愤怒了起来 操起家伙 就和天庭的守卫干了起来 一时之间 整座生灵岛 都是陷入了大乱之中 第3573章第九层天牢 黎荒龙王 你怎么敢扰乱天牢 赤散天王的脸色微微一变 他没想到 龙宫居然还真敢反抗 对方还真就有这的胆子 有何不敢 黎荒龙王冷冷一笑 赤散天王 本王人你很久了 这些年的过节 今日便好好算算 说吧 这黎荒龙王便陡然催动龙体 气势陡增 一股强横的地威 陡然从他的身上泥漫而出 这至少是四节 五节大帝的气息 这黎荒龙王 果然不凡 不过赤散天王 也并不是省油的灯 只见得他手掌一挥 那混元散便迅速膨胀了起来 随着那黎荒龙王的体型大小而伸缩变化 始终将黎荒龙王给笼罩在内 但凌晨可没兴趣在这里欣赏 这黎荒龙王和赤散天王二人的战斗 他立即向着赤散天王拱了拱手 道天王 龙族暴乱 局面混乱 我担心 这龙宫的人会趁机冲击天牢 释放天牢中的地府囚犯 他们敢 赤散天王的眉头一皱 若龙族真敢冲击天牢 释放地府囚犯 那可就意味着 龙宫便是彻底反了 和天庭撕破脸皮 林刚才也听到了 这里荒龙王是怎么叫嚣的 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干的事情 凌晨摇了摇头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龙宫此次暴乱 很有可能是早有预谋 万一真要是被这龙宫得逞 放出地府囚犯 甚至释放出那黄荃天君 那等罪责 我等可都承受不起 你说的有道理 赤散天王点了点头 万一天牢有失 那他这个天牢欲常无疑将承担最大的责任 到时候他还想要调离生领导 那就完全是痴人说梦了 天王 本将请鹰 前往天牢深处 防备龙族偷袭 凌晨一脸凝重地道 好吧 赤散天王这才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你了 说吧 赤散天王的目光 便落在了身后一位天江的身上 某日天江 你和聚灵天江 雷言监察使一起前往天牢最深处 看护地府重犯不能让龙宫的人跨越雷池半步 遵命 某日天江拱了拱手 旋即便看向了凌晨和清灵公主二人 道两位随本将来吧 有劳 凌晨报了报权 三人随即从大殿的侧门离开 大殿之外 此时已经有许多的龙宫守卫 再向着此处赶来 显然是听到了那里荒龙王的号召 整座生灵岛已经失去了秩序 陷入了混乱当中 但是对于凌晨而言 这生灵岛越混乱 对他而言越有利 在这某日天江的带领下 三人很快便来到了这生灵岛深处的天牢重地 天牢位于生灵岛的地底 地底阴暗无比 深不可测 在那地底深处 俨然能够见到一座座暗山 而在那暗山的石壁上面 则有着一道无形的门 只不过 这道无形的门 并非谁都可以进入 只有拥有天牢钥匙的人 方可进出 翁 视线当中 某日天江将一枚金色的令符印在了门侧的凹槽上面 伴随着一阵符文波动 无形的大门陡然敞了开来 穿过无形的大门 三人来到了生灵岛天牢的第一层 这里 和凌晨想象中的天牢有些不同 这里头的空间异常空旷 一望无边 天地间充斥着密集的生气和规则 竟是极为适合修炼 只不过 这片天牢中的静置极多 将此地应生生地分割成一座座牢房 凌晨探查那一座座牢房 发现这天牢之中 的确关押着许多道强大的气息 这些气息的主人 都是地府的强者 不过这里只是第一层 关押的强者实力还不是很强大 凌晨的目光 落在那卯日天江的身上 卯日天江 带我们前往那黄泉天君的关押之地吧 其他人都不足为虑 只有黄泉天君 绝对不能够出任何纰漏 黄泉天君被关押在天牢的第九层 那里不可能会混入龙宫的守卫 不过既然你们二位不放心 我就带你们去看看吧 保日天江并未多说 便带着凌晨和清灵公主二人 继续深入天牢 每向下一层 这天牢之中所关押的强者 都会成倍减少 最终走到第九层天牢 此片空间之中 所弥漫的生枝气格外浓烈 地面上长满了各种奇花异草 夹杂着一些外界含有的天地奇珍 那等惊人的气流 在这片天牢之中滚滚涌动 宛如一座世外桃源 如果换成是人族强者 被关押在这种地方 那简直就是一块修炼宝地 相信可以在修为上取得很大的突破 但是 被关押在这里的 天天是地府的一位天君 黄泉天君 待在这种地方 这种浓烈的生枝气 会消磨他们身上的死之气 因此在这里非但无法修炼 反而会不断地削弱他们的力量 带着黄泉天君的力量 被削弱到一定程度之后 也就是他的死期了 翁 第九层天牢的最后一众静置被打开 凌晨和凌晨三人进入了这第九层天牢中 前方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深渊 无数条生机勃勃的藤蔓 延伸进了这深渊之中 宛如一条条锁链一般 这一道道藤蔓之上 都有着一道道强大的道痕 那是天君所留下的气息 保日天将的目光 望向了这深渊的底部 那一位地府的黄泉天君 就被困在这深渊之下 这天牢中的封印 乃是由天庭的雷帝天君和龙宫的龙神天君联手所布 那黄泉天君本就是重伤之躯 他是不可能突破两位天君所设下的封印的 原来如此 凌晨点了点头 想要镇压住一位地府天君 怎么也得两位以上的天君出手 才能够镇压得住 好了 既然已经看过了 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吧 保日天将看向了凌晨二人 龙宫的暴徒应该进步来这里 我们守住外面即可 凌晨点了点头 但就在这保日天将转身的时候 他的眼中却默然泛起了一抹金光 突然打出了雄剑的大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洗向了这保日天将的后心 第3574章黄泉天君 哼 保日天将虽说有所察觉 但却终究还是慢了一拍 被凌晨给一掌打在了后心 猛然喷出一口带着内脏碎块的鲜血 整个人身体倒飞了出去 聚凌天将 你这是干什么 保日天将被偷袭的手 一招重创 一脸惊骇地望着身后的聚凌天将 脸上浮现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这聚凌天将 突然出手偷袭他做什么 然而凌晨却并未跟他废话 便挥起了手中的板斧 向着卯日天将暴斩而去 卯日天将脸色大变 只能连忙反抗 但是以他的重伤状态 怎么可能会是凌晨的对手 整个人直接就再度被斩飞了出去 而在另外一侧 雷炎监察时闪身而出 让卯日天将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 然而 等待他的 却是雷炎的迎头痛急 清灵公主出手的瞬间 龙吟声大作 瞬间就露出了马脚 不对 你们不是聚凌天将和雷炎监察使 卯日天将被打得半死 这个时候 他才醒悟过来 知道两人是假冒的 你们是龙宫的人 该死 你们居然胆敢假冒成天庭的人 来天牢中作乱 我要将这件事情 立刻禀报给赤散天王 卯日天将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第九层天牢可出不得披露 可谁能料到 这两人居然连赤散天王的眼睛都瞒过了 一路上没有露出任何的行迹 直到现在 这两人方才爆发了出来 卯日天将手掌一挥 取出了一道令符 他正要通过令符传音给赤散天王 忽然间 他的脑袋却高高地飞了起来 鲜血狂飙 在这卯日天将断头之后 凌晨的身影 从半空中落下 见身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 见到这卯日天将被杀 清灵公主这才深深地 吐出了一口气息 还好凌晨你下手及时 否则被这卯日天将将消息发出去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但正是吧 凌晨只是撇了地上 卯日天将的尸体一眼 确认后者已经死透了 这才一步步向着 那深渊的方向走去 那位地府的黄泉天君 应该就被关押在这深渊下方 清灵公主走到了凌晨的身侧 目光同样看向那一片黑暗的深渊 然后美眸凝视着那一道道 被肿下了符纹的藤蔓 这些藤蔓当中 有两位天君的力量 除非能够将这一条条藤蔓斩断 否则恐怕难以解开封印 凌晨点了点头 旋即他便立即动身 纵身向着前方掠出 脚踩虚空 一剑斩棘在了一根粗大的藤蔓上面 然而凌晨这一剑下去 却并没有能够斩断藤蔓 一股强大的力量 反而从那藤蔓之中释放了出来 将凌晨给阵飞了出去 这些藤蔓 竟然如此坚固 凌晨的眼中 浮现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他一剑斩下去 居然斩不断一根藤蔓 简直是在开玩笑 两位天君的力量加持 这些藤蔓早已不是寻常藤蔓 早已净化成了神藤 清灵公主的翘脸十分凝重 凭我们两人的力量 只怕还无法斩断藤蔓 凌晨眉头一皱 既然是这样 龙神天君给他们的支持力度 还远远不够啊 然而 就在凌晨和清灵公主束手无策的时候 忽然间 从那深渊之下 却是传来了一道十分阴冷的声音 小子 你们是谁派来的 这道声音 阴冷而又沙哑 让得凌晨眼睛唯唯一亮 从那深渊之下传出来的声音 这声音的主人 不是那地府的黄泉天君 又会是谁 凌晨的脸上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惊喜 而后道 可是黄泉天君前辈 我们是原始族裔和龙公的人 寿命前来救你出去的 就本座出去 那一道声音再度传了出来 但却蕴含着一丝丝的部分 居然派你们两个小家伙前来 你们背后的势力 是真心想要旧本座出去吗 黄泉天君的话中 蕴含着浓浓的不满 不过这点灵晨倒也能理解对方 被关押在这天牢中这么多年 不见天日 如今好不容易等来了劫狱之人 却居然只是两个小辈 就这么两个小辈 怎么破得开吸收了两位天君之力的神藤 龙神天君既然派我二人前来 那就说明 我们二人 的确拥有破解封印的能力 灵晨摇了摇头 他相信 龙神天君让他们两人前来 绝不会让他们白跑一趟 如若不然 并要赐下什么能破神堂的宝物 否则的话 费了这么大的周章展开救援行动 意义何在 黄泉天君寺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当即继续传音了出来 那你们两个 速速下深渊来吧 听的这话 灵晨和清灵公主二人 倒也并没有迟疑 两人便纵身掠下了深渊 那深渊的下方 一道道粗大的神藤 西树地向着深渊之底蔓延而去 最后显然是交织在了同一处地方 那一道道神藤的尽头 俨然是一个藤蔓所凝聚的巨大圆球 俨然是一个巨物 封锁住了四周 灵晨和清灵公主 就这么落在了那藤球的面前 牧师着眼前的这一颗藤球 眼中闪烁着丝丝光芒 那黄泉天君 应该就是被封印在这藤球之中了 果然是两个小辈 看起来平平无奇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 就凭你们两个 就算是给你们十年时间 也不可能将本座救出去 听得出来 黄泉天君起初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 但直到他见到灵晨和清灵公主两人的本尊后 他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他觉得 龙神天君恐怕不是真心想要救他出天牢 他反而觉得 对方很可能是想戏耍他 龙神天君这个贼老头 故意想要折磨本座吧 黄泉天君的语气怨愤无比 这老家伙是想让他常常获得希望 最后却又彻底失望的感觉 他也是信了这两个小鬼的邪了 那龙神天君可是将他封印在这天牢中的罪魁祸首之一 他怎么能相信对方会派人前来解救他 第3575章力斩神藤 龙神天君并无此意 清灵公主的表情有些无奈 我龙宫以前的确是臣服于天庭 但是就在前不久 我们已经打算和原始殿地府联手 共同抗衡天庭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清灵公主只好将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都告诉了这皇权天君 这才赢得了这皇权天君十分伪弱的信任 只是即便如此 皇权天君的心情依旧没有好转 依本作看 龙神天君是老糊涂了 才会选择将你们二人送进来 难道真的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凌晨的眉头皱成了穿字形 玄机眼睛微微一亮 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的体内拥有一道地府印记 应该是天君级别 你说会不会他会成为一个突破口 然而皇权天君却摇了摇头 一道印记而已 尚且泼不了这神藤 若是天君本人心智 还有一些可能 就连他这个地府天君本尊 都被困在这神藤所结成的藤囚之中 更何况只是一道地府天君的印记 能够起到的作用 恐怕是为乎其为 大倒未必 何不一事 凌晨没有放弃 他觉得自己体内的那一道地府印记很不简单 说不定能够发挥大作用 那便且死马当活马一 姑且先试试吧 皇权天君这才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而后道 带会本座先全力攻击神藤 挣脱束缚 激发这神藤上的符文之力 你则趁那得机会激发地府印记的力量 攻击神藤 好 凌晨点了点头 下一刻 皇权天君便开始调动自身神力 一股极其阴冷的浩瀚气息 陡然从他的体内席卷而出 只见得 皇权天君的身体 犹如化身为一只巨大的克苏鲁巨兽一般 一条条粗大的触须 从他的体内抱射而出 这皇权天君一动手 仿佛有着无数污染物 从其体内飞了出来 将虚空都染成了一片墨黑之色 旋即宣泄在了那一道道神藤之中 神藤上面布满了墨黑色的纹路 黑色纹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弥漫了开来 欲要腐蚀掉这一道道封印的神藤 但是 就在皇权天君释放力量的刹那 那神藤之上 却也是有着一道道耀眼的符文 纷纷闪耀了起来 一股为金色 一股为雷霆力量 两种力量皆极为强大 乃是源自于天君级别的力量 雷帝天君和龙神天君的封印力量 都在皇权天君的挣脱之下 被启动出来了 昂 通隆隆 这两种极为强大的力量 皆是以神藤为载体 迅速地倾泻而出 就宛如是瀑布一般 狠狠地冲击在了皇权天君的身上 吃吃吃吃 在这两股惊人的力量冲击下 饶是皇权天君 也承受到了剧烈的伤害 身上青烟直冒 口中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很显然 就算是皇权天君 也承受不住这两大天君的封印力量 饺子 就是现在 就在此时 被封在藤球之中的皇权天君 陡然朝着凌晨发出大喝 凌晨应声而动 身形暴掠到了半空之中 旋即便一剑对着面前的神藤斩去 在灰剑的刹那 凌晨也是瞬间激发了地府印记的力量 在奇眉星 一道古老的印记浮现而出 紧接着 阴冷的气息 在凌晨的身后急速汇聚了起来 化为了一道十二亿惰天使的庞大虚影 顿时间 一种阴力邪恶到极致的波动 从这十二亿惰天使的身上散发而出 扑斥 辖十二亿惰天使之威 凌晨默然一剑斩下 斩在了一个神藤之上 净是一剑之下 便将一根神藤给生生地斩断了开来 什么 这小子体内的印记 居然是这位大人的 在贴见那十二亿惰天使现身的上那 黄泉天君的眼珠子险些都掉了出来 脸上露出了惊骇欲绝的神色 这哪是什么寻常地府天君的印记啊 居然是那一位的印记 这小子是什么来头 竟能得到那位的青睐 这小子干嘛不早说 早知如此 他早就让凌晨动手了 还磨积个什么镜 看来龙神天君那老家伙 应该是知道了此事 所以才会让凌晨前来 这老家伙倒是没有忽悠他 而是诚心救他 小子 快去斩断其他神藤 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 眼中陡然闪耀起了光芒 黄泉天君大喊道 凌晨点了点头 旋即身形一闪 便出现在了另外一根神藤的位置 一剑斩了下去 再度削断了一根藤蔓 紧接着 凌晨挥剑出击 身形闪烁之间 将那一根根神藤纷纷斩断 迅速地削弱着这地九层天牢的封印 干得漂亮 就是这样 见到一根根神藤纷纷被斩断 黄泉天君的眼中 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振奋之色 如此看来 他要离开这座天牢 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念即此 黄泉天君便陡然催动神力 他的体内 那股阴寒之极的神力 犹如潮水般泉涌而出 达到了身体的极限状态 而那一条条神腾的光芒 也是变得极度耀眼起来 而黄泉天君所承受的压力 自然也是倍增 身上剧烈的青烟纷纷冒了起来 身体仿佛扭曲了起来 他就是冒着重伤的威胁 也要全力冲破封印 而就在这期间 凌晨驾驭着手中的天剑 手中之剑已变成了风悬一般 一瞬之间 便将那一条条神腾 悉数地切断而开 很快 神腾便被悉数斩断 整片空间便被素质一空 变成了空荡荡的一片 做得好 接下来就剩最后一步了 黄泉天君的眼中浮现出一丝激动 神腾已经全部被斩断 接下来就只剩下那一道藤球所化的金牢了 只要能破掉这最后的藤球金牢 他便可以破风而出 凌晨眼中金光一闪 旋即将神力注入剑身之中 一剑斩向了藤球金牢 然而这一次 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这一剑下去 却仅仅是留下了一道白印痕迹 竟是并未一剑破开金牢 力量不够麻 凌晨的眉头一皱 黄泉天君的眼中也是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那位大人的印记固然厉害 可凌晨实力不够 终究无法将他的威力彻底发挥出来 第3576章四月 饺子 在加把劲 黄泉天君大声鼓励道 然而 他的这般摇旗呐海 却并未起到什么效果 凌晨所发挥出来的力量 尚且还无法攻破这座藤球金牢 黄泉天君的脸色有些难看 难道到了如今这一步 还依旧无法攻破煎熬 难道要功亏一篑于此吗 就在他脸色阴沉之际 凌晨的眼中 却末地闪过了一抹金光 他陡然双手结印 骤然间 一股惊人的龙魂之力 从他的体内爆发了出来 昂的一声 一道金色的龙魂之力 陡然从凌晨的天灵盖中喷薄而出 在半空中凝聚成了一道巨龙虚影 那是金河帝君的龙魂 这一刹那 凌晨不仅调动出了帝府印记的力量 还动用了金河帝君的龙魂之力 凌晨仿佛化为了一尊帝府天君 又犹如一位龙族的主宰 两种力量皆会聚成在一起 仿佛拥有双重身份 这两股力量 皆是落入了凌晨之手 二者相容 皆融入了剑芒之中 暴展在了那藤球天牢之上 弄擦 这一次 剑芒再未遇到任何阻碍 便将这藤球金牢给斩破了开来 劈成了两半 干得漂亮 黄泉天君的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他立刻将体内的神力爆发了出来 一举将束缚住身体的神藤给震碎了开来 身体从那监牢之中脱困而出 在这瞬间 黄泉天君化为了一团黑烟 陡然生疼了起来 最后落在了凌晨的面前 啊 黄泉天君伸了一个懒腰 整个人都沉浸在了狂喜之中 好久没有尝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滋味了 他被关押在这天牢第九层当中 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光阴 虽说对于黄泉天君来说 数千年时间倒也算不上太过漫长 但那滋味却也相当不好受 恭喜黄泉天君 重拾自由 凌晨和清灵公主站在一起 向着黄泉天君微微拱手道 不过 在那同时 他对于这黄泉天君 又有着一丝丝的戒备 他身上的地府印记可十分不凡 万一这黄泉天君盯上了 此人对他出手 也绝非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地府的口碑不是很好 虽然有着常年被黑的成分 但是跟这些异族打交道 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这黄泉天君 本身便是一位死族的至尊 统帅死族和亡灵异族 在地府高层中占据着举族轻重的地位 在听得这话之后 黄泉天君这才从自我陶醉中醒悟了过来 目光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嘴角陡然掀起了一抹弧度 小子 想不到你还有点本事 他本以为 龙神天君派两个小辈来救他 简直就是来开玩笑的 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却不料 凌晨却屡屡让他吃惊 不仅斩断了那一道道 蕴含两大天君之力的神藤 还破开了金牢 让他的意脱身 没有凌晨 他恐怕就算是再过了几千年几万年 都别想脱离这座天牢 幸好这封印之力并不是很强 又有黄泉天君你里应外合 否则我们休想打破封印 凌晨笑着道 不管怎么说 都是你出手帮忙 搭救了本座 黄泉天君看着凌晨 你们原始族裔的情 本座记住了 还有龙宫 凌晨不动声色地道 此事乃是龙神天君策划 如果没有龙宫的帮忙 只我一人 恐怕难以成事 清灵公主就不说 他身上的幻海珠 也是龙神天君所赐 更别说这天牢之中的龙宫守卫 要是没有离荒龙王 缠住那天亭的赤散天王 他这回儿恐怕休想找机会 混入这地九层天牢之中来 眼下是计算功劳的时候 可不能将龙宫给漏了 原始殿 龙宫 很好 黄泉天君正中地点了点头 你们放心 你们和地府结盟 共抗天庭 本作举双手赞成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走出天牢 大干一场吧 黄泉天君的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抹森然 让天庭的狗崽子们 好好尝尝本天君的厉害 话音落下 黄泉天君的身体 便陡然化为了一团黑雾般 向着那天牢外席卷而去 外面那群天庭的家伙 只怕是有大麻烦了 清灵公主的嘴角掀起了一抹笑容 可想而知 黄泉天君被关押了这么多年 心中积累了多少的怨气 此番冲出去 并然要搅得天翻地覆 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外面那些天庭的守卫 必定会遭遇血光之灾了 去看看 凌晨和清灵公主并未迟疑 便立即跟了上去 此时 在那其余的八层天牢之中 同样正在掀起天大的骚动 一道道杂乱的叫声此起彼伏 黄泉天君已经在这天牢中肆虐 将前面八层当中关押的地府高手 全部释放了出来 大批大批的地府高手鱼冠而出 跟随在黄泉天君的身后 犹如洪流一般 一同杀了出去 不好 天牢出现了暴乱 囚犯们都跑出来了 看守天牢的天庭守卫 纷纷脸上变色 拿起了手中的武器 眼看着那天牢的静置被一道道攻破 如同摧枯拉朽一般 一道强大的人影冲锋在最前方 无人能够阻其锋芒 正是黄泉天君 什么 连黄泉天君都逃出来了 天庭的守卫这下彻底慌了 如果只是一些地府的囚犯逃出来 那还可以亡羊补牢 解救得了 但眼下却连那被两位天君封印的地府天君 竟然都打破封印逃了出来 他们拿什么阻挡 只是他们的心中感到极为匪夷所思 这黄泉天君 可是贝雷帝天君和龙神天君两位大人给联手封印 即两位天君之力 将这黄泉天君给阵封在第九层天牢中 一直以来都相安无事 为何偏偏今天却出了变故 但还没等他们想明白 黄泉天君却已是冲出了天牢 他的身体飘荡在这生灵岛半空之中 滔天的阴冷气息 从其体内弥漫而出 这天闭日 就宛如一轮黑日一般 这些阴冷气息 悉数凝聚成了一条条密密麻麻的处须 延伸而出 将那一鸣鸣天亭守卫的身体洞穿 第3577章杀戮 惨叫声接踵响起 一鸣鸣天亭的守卫 倒在血魄之中 他们的肉身 皆迅速地枯萎了下来 被死气所弥漫 生机被悉数剥夺 众人听令 黄泉天君旋立于那半空之中 他的两眼之中 透射出了两道灵力的光芒 听本天君号令 察觉着生灵岛上的所有天庭守卫 除非是龙族之人 否则一律斩杀 谨遵天君法旨 在这黄泉天君话音落下之上 那一尊尊地府的高手 眼中纷纷涌上了一抹狂热 他们和黄泉天君一样 被关押在这天牢中的时间太久了 受这生灵岛中的生气折磨 日夜备受煎熬 如今 可总算有了发泄的机会 目光望着那些个天庭的守卫 他们的两眼之中 仿佛喷出了怒火 杀 杀光这群天庭的畜生 地府高手纷纷杀出 犹如黑色的潮水一般 浩浩荡荡地涌了过去 和天庭守卫展开厮杀 有些地方 龙宫守卫本就已经和天兵在战斗 但是地府的高手突然加入 帮助龙宫守卫对付天兵 让那些龙宫守卫感到十分恶然 他们得到的命令 是和天庭的天兵战斗 没有涉及这些地府的囚犯 而现在 这些地府的囚犯 却突然加入了他们这一方 开始击杀天兵 这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这些地府的强者 究竟是敌是友 不管了 去他奶奶的 咱们只管先杀天兵 干死这群狗娘养的天兵 大部分龙宫强者 最终还是将矛头指向了天兵 因为天兵们平日里飞扬跋扈 和他们龙宫守卫之间的矛盾很深 在这森林岛上 几乎所有的好事都让天庭给战了 他们这些龙宫守卫 没少受天兵的欺压 再加上龙宫近年屡遭天庭凌入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时候 他们也顾不了多少了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至于这些从天牢中逃出来的地府囚犯 反而落在了其次 此时 正在主大殿附近 和黎荒龙王交手的赤散天王 关注到了天牢的变化 在目光贴见了皇权天君所化的那一轮黑日之后 赤散天王的脸色陡然一变 天牢的静置居然破开了 天牢最深处关押的那位地府天君 竟然逃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 赤散天王一脸的难以置信 那可是雷帝天君和龙神天君联手部下的静置 就算是他都不可能破得开 怎么可能会被打破 是谁 究竟是谁 破坏了第九层天牢的封印 他实在想不通 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里 天牢居然被攻破了 黎荒龙王也察觉到了天牢的动乱 以及皇权天君的气息 他的目光极为凝重地望着远处 脸色漠然惊变 这座天牢 静置重重 数千年以来都相安无事 怎么今日会突然被破开 黎荒龙王 看看你做的好事 赤散天王一脸铁青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若非你掀起内乱 这天牢怎会徒生变故 如今这皇权天君被放了出来 你我该如何向天庭交代 劳烦你搞清楚 究竟是谁先挑起的矛盾 黎荒龙王冷横了一声 目光冷烈地盯着赤散天王 若不是你偷袭本王 本王怎会让龙宫守卫于你开战 前来救援 即便逃怪罪 也应该先追究你的过失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心中却已经猜到了一些东西 因为他知道那所谓的雷炎监察使 是他们龙宫的清灵公主假冒的 正是清灵公主假冒的雷炎 在和他碰杯的时候 将一股熟悉的龙魂之力注入了他的体内 让他瞬间知道了清灵公主的身份 对方提醒了他 赤散天王欲要袭击他的图谋 这才让他避开了危机 否则的话 以赤散天王的实力 对他发起突然袭击 他根本不可能毫法无损地避开 而既然清灵公主是假冒的 那说明 那句灵天江 十又八九也是假冒的 他们应该是动用了幻海珠的力量 变换了外形 除非是天君 否则根本不可能看破他们的真实面目 清灵公主为何要假冒成天庭的人 只怕很可能是为了地府的囚犯而来 此等骚动 极有可能与清灵公主有关 难道说 是龙宫高层的决定 要放出天牢中的地府囚犯 龙宫 要和天庭决裂了不成 现在说这些已经无用 赤散天王的脸色十分阴沉 本来只是说要驱逐龙宫守卫 未雨绸缪 现在倒好 竟然直接将这黄泉天君和一众地府的囚犯给放了出来 酿成了弥天大祸 黄泉天君已经破风而出 再守在这森林岛上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赤散天王摇了摇头 心中已经萌生了退役 必须尽快离开此地 他虽然是这森林岛天牢的玉长 可他却并没有什么把握 能够和一位天君为敌 更别说将那黄泉天君留在这里了 此事一边要向天庭禀报 另一边则是要尽快离开此处 一念即死 赤散天王便当机立断 即可抽身后退 护换轮回古船 要逃离这座森林岛 黎荒龙王只是眉头一皱 他自然不打算去和这次赤散天王纠缠 关于地府囚犯的暴乱 是龙宫的决定 这只是他的设想而已 事实未必如此 何况 即便是竭尽全力 他恐怕也奈何不了这赤散天王 最多也就能拖住后者一段时间而已 然而 就在这时候 一道女子的传音 却忽然在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黎荒龙王 不要放走赤散天王 将他拖住 这道传音 让黎荒龙王陡然一愣 他自然知道这道声音的主人是谁 赤青灵公主的声音 黎荒龙王先是一愣 但旋即他的一双龙目 便陡然锁定了赤散天王 而后眼中陡然闪过了一抹凶光 身体直接融化 向着那赤散天王洗去 该死 你这是做什么 赤散天王面色阴沉 避开了黎荒龙王的一击 他原本所处的位置 地面被轰出了一个大坑 深不可测 抱歉 本王不能让你走 黎荒龙王的本体盘踞于半空 眼神冰冷地道 第3578章仙气 你这是什么话 赤散天王面色一变 旋即目光就变得阴沉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 难不成 这次天牢的暴乱 是你策划的 和本王可没有任何关系 你莫要向本王泼脏水 黎荒龙王冷笑一声 可是他却并没有就此罢守 身体便陡然闪掠而出 凶悍的龙威释放了出来 向着赤散天王席卷而去 该死 黎荒龙王 你果然有问题 赤散天王无法全身而退 只能将混元散打了出去 但是脸色却依旧难看 不仅你有问题 你们整个龙宫都有问题 龙宫 果然背叛了天庭 赤散天王又惊又怒 是对方动了手脚 放出了黄泉天君 只是 他竟然都没有丝毫察觉 对方是什么时候动了手脚 这第九层天牢的封印 即便是他这个天王都无法解开 更何况是黎荒龙王 然而 就在这赤散天王惊疑不定的时候 远处 那一道森冷到极点的人影已至 天庭狗贼 受死 黄泉天君在见到赤散天王的刹那 眼神便陡然冰冷了起来 二话不说 他便抬手一掌即出 紧接着 一只黑色的迷天大手 便陡然向着那赤散天王笼罩而下 赤散天王面色一变 连忙收回混元散 将混元散张开 凝聚出了一道结界 但是 这道结界 却并没有能够挡住那一道迷天大手 直接就被打破了开来 四分五裂 混元散遭受重击 立即就光芒暗淡了下来 飞回到了赤散天王的手里 而赤散天王本人 也是默然吐血倒飞了出去 脸色极为苍白 纵然他是天庭的天王 却也不是一位地府天君的对手 本座乃是天地御风的天王 谁敢伤我 天庭必然让他消失在这个世上 赤散天王稳住身形 眼神闪烁 历声大吼 梨荒龙王 李龙公是真想造反吗 和地府勾结 看来你龙族是不想继续在中央心域立足了 在对着梨荒龙王呵斥威胁了一番后 见自己的威胁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赤散天王的目光 便又转到了黄泉天君的身上 黄泉天君 上次你只是被关押在天牢之中 没有将你置于死地 你若是敢再杀害天庭的天王 下次等待你的 必定是灰飞烟灭 呵呵 说得好像本天君是你们想杀就能杀的 若是你们有本事杀死本天君 就不会将本天君封印在这生灵岛之中了 黄泉天君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银鱼之意 事到如今还想拿天庭来压本天君 别说你只是个小小的天王 就算是天庭的帝君 甚至是雷帝天君青来了 本天君也照展不悟 你赤散天王 身为这天牢的玉长 最无可赦 今日就将你作为天庭的第一个牺牲品吧 话音落下 黄泉天君的眼中 一股阴冷无皮的恨意 便陡然宣泄了开来 他忽然张嘴 喷出了一团黑气 在那黑气当中 则有着一张魔图飞了出来 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了赤散天王 魔图展开 化为了一片黑色天空 笼罩住赤散天王头顶的上空 图中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阵法纹路 顷刻间 赤散天王眼前的景象大变 出现了一条滔滔明河 明河之上 有奈河桥 有勾魂史 更有无穷的黑暗 与黑暗下的一座坐铁直斑的山岳 空极 死戏 阴暗 是由这一张黑暗魔图构建出来的世界 宛如黄泉景象 这是 仙气 黄泉图 见到这一张黑暗魔图的出现 是散天王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 黄泉图 是这黄泉天君用自己的本源之力所炼制的仙气 强大无匹 在黄泉天君的手中 更是能够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威力 难怪当初在镇压你的时候 并未找到黄泉图的踪迹 原来是被你藏了起来 赤散天王一脸阴沉 当年黄泉天君战败之时 雷帝天君和龙神天君二人 并未从黄泉天君的身上找到黄泉图 还以为对方将黄泉图藏在了其他地方 或者是交给了其他的什么人 却没想到 这黄泉图就在这黄泉天君的身上 背后者藏在了身体当中 居然瞒过了雷帝天君和龙神天君 竟然是一件仙气 不远处 灵沉望着在半空中曝了开来 笼罩了半空的黄泉图 脸上充满诧异 仙气出事 那可非同小可 恐怕就算是天庭的帝君 都难以和黄泉图抗衡 更别说这赤散天王了 黄泉天君冷笑一声 不知可否地道 黄泉图可是本天君的本命掀起 早已和本天君修其与共 收放自如 只要本天君愿意 这黄泉图可未装成本天君的一滴金血 无人可以发现 今日本天君这黄泉图的首秀 竟是抹杀你一个区区的天庭天王 你应该感到荣幸 黄泉天君手掌一按 无敌版的能量 陡然注入了黄泉图之中 下一刹 这黄泉图的世界便开始收缩 空间挤压 阵法纹路变得极为密集 犹如话为了万千锁链 牢牢地锁住了赤散天王的气机 令他无处可逃 赤天结界赤散天王无奈之下 只能全力催动混元伞 他的一道道神力 源源不绝地注入了混元伞之中 在他的周身方圆数理范围内 凝聚出了一道赤色的结界出来 但是随着黄泉图世界的挤压 这道赤色结界的范围 却是再不断地缩小 由数理方圆 变成了只有数百米 数十米 迅速地压缩着赤散天王的活动空间 就算是混元伞这件强大的帝兵 此时到了黄泉图这种仙气的面前 却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根本无法与之争锋 节节败退 最终混元伞彻底失去了光彩 力量耗尽 无力地摔落在了地上 而在此同时 黄泉天君手掌一握 黄泉图世界 瞬间就将赤散天王给笼罩住 下一刻 赤散天王整个人便凭空消失 仿佛蒸发了一般 第3579章混元伞 此时 黄泉天君伸手一息 黄泉世界便豁然消散 重新变成了一张图卷 飞回到了黄泉天君的手心当中 没入了境去 和其血肉相容 不远处的黎荒龙王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心中一景 一位天庭的天王 就这么被这黄泉天君 给收进了黄泉图之中 其下场几乎是可以预见了 赤散天王 十有八九 会被练死在这黄泉图中 凶多吉少 幸好这黄泉天君不是他的敌人 战时还算是盟友关系 否则他的下场 只怕和赤散天王不会有什么两样 在赤散天王被收进黄泉图中后 那混元伞 却是暗淡无光地掉落在了地上 失去了光泽 就仿佛是一把普通的伞一样 黄泉天君只是手掌一引 这混元伞便飞到了他的手里 小子 这把伞给你了 黄泉天君看都没看 便直接将这混元伞丢向了身后的一个方向 就算是报答拟救了本天君的恩情 凌晨抬起头 只见得一道流光飞至 他立即抬其手掌接过混元伞 心中却并无半分惊喜 眉头唯唯一皱 喜忧参半 这混元伞身为赤散天王这么一位天庭天王的本命法宝 的确是一件强大的帝兵无疑 但是 这东西却太具有代表性了 恐怕别人只要一看到这把混元伞 便立刻就会知道 这东西是赤散天王的帝兵 这样无疑会引来他人的猜疑 赤散天王从不离身的本命帝兵 怎么舍得会交给别人 除非赤散天王死了 那么手持混元伞的人 基本上会被人当作是凶手 这让凌晨怎么敢随便动用此物 所以说 这么好的一件宝贝 落入他的手里 却必须要小心着用 否则恐怕反而会给他招来麻烦 在赤散天王被黄泉天君擒拿之后 整座生灵岛上的天庭守卫 也是迅速地被肃清镇压 整座生灵岛 都迅速地安宁了下来 被龙宫守卫和地府强者所接管 黄泉天君大人 黎荒龙王望着面前的黄泉天君 脸色十分凝重 不敢有丝毫怠慢 然而 黄泉天君只是瞥了黎荒龙王一眼 玄机冷横了一声 当初镇压本天君的时候 你们龙宫也是出了大力的 要不是看在这一次 你们帮了不小忙 又是我地府盟友的份上 本天君绝不会放过你 黎荒龙王闻言 额头上不由冒出了冷汗 多谢黄泉天君不杀之恩 他身为这生灵岛监牢的御长之一 这么多年镇守此处 倒也算尽职尽责 但在黄泉天君这里 这可算不上什么好事 看来我龙宫还真和地府结盟了 黎荒龙王心中烂暗道 他之前还只是猜测 清灵公主为何会假冒成天庭的监察史 混进这生灵岛天牢之中 是不是想要在此处搞什么事情 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 清灵公主这次混进来 真是为了扰乱天牢 而且真就将这黄泉天君给放了出来 不过这么一来 他们龙宫放出了这么一尊地府巨博出来 那可就意味着 真和天庭撕破脸皮了 可能天庭一时半会拿不到证据 奈何不了他们龙族 但这种事情恐怕隐瞒不了多长时间 迟早会被天庭知晓 就在这时候 凌晨和清灵公主二人 从原初走了过来 黎荒龙王 这次能够劫日成功 你功不可没 清灵公主笑盈盈地看着黎荒龙王 道 等回到龙宫之后 我会向龙神天君秉明此事 这一次 主要还是黎荒龙王悟信不错 在他警示暗中显露身份之后 对方便立即反应了过来 缠住了关键的赤散天王 让他们二人赢得了进入天牢的机会 否则的话 赤散天王绝不会轻易让他们进入第九层天牢 想要解救黄泉天君 自然就难上加难了 那就多谢清灵公主了 黎荒龙王向着清灵公主拱了拱手 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神色 这一次释放出了黄泉天君 他应该算是功劳不小吧 足够龙神天君给他安排一个好差事了 不过我很好奇 你们是如何解开那黄泉天君身上的封印的 黎荒龙王的脸上充满了好奇 难道是龙神天君给了两人什么手段 那就都是灵晨兄的功劳了 清灵公主摇了摇头 是他以一己之力 破掉了雷帝天君和龙神天君两位大人物留下的封印 这才让黄泉天君成功脱困而出 此次行动 他的功劳最大 哦 黎荒龙王一脸诧异地望着凌晨 他原以为清灵公主才是这次行动的主力君 却没想到居然旁边这个人族小子才是 灵晨兄乃是原始族裔的黄金血脉 可他的体内 不仅拥有地府天君的印记 还融合了我龙族金和帝君前辈的龙魂 继承了金和帝君的遗志 他也算是半个我们龙族之人了 清灵公主继续介绍道 什么 黎荒龙王这下彻底惊了 原始族裔地府龙公 灵晨一个人的身份 竟然可以牵扯到这三个大势力 金和帝君 那可是他们龙公之中 一位相当强横的先辈 若是金和帝君不死的话 对方问鼎天君的机会很大 没想到 凌晨小友竟能得到我龙族金和帝君的龙魂 看来和我们龙族的缘分实在不浅 黎荒龙王微微点头 对凌晨的态度和善了许多 可惜了 金和帝君他老人家 战死在了和帝府的战场上 成为了天庭的炮灰 早知如此 当初他们龙公 就不该卖力帝天庭联手围剿帝府 以至于在那过程中损失了不少强者 损伤了元气 金和帝君并非死于帝府之手 他是被雷帝天君设计害死的 清灵公主神色冰冷地道 他将金和帝君的死因 告诉了这黎荒龙王 黎荒龙王的眼神立即变得阴沉了起来 想不到雷帝天君身为天庭的一代天君 号称公正执法 却做出此等卑鄙无耻的事情 哼 天庭的那帮龟儿子最虚伪了 黄泉天君冷恒了一声 他们表面上讲什么公平公正 塑造出光明伟岸的形象 实际上 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央新域的无上地位 他们背地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第3580张雷帝天君的算计 黄泉天君虽然承认地府也不是什么好鸟 但不得不说 在虚伪这点上 他们是远远比不上天庭的 天庭的天君 大多都是道貌岸然 能够坐上他们这的位置 中间定然是要经受众多波折 手脚怎么可能是完全干净的 定是要无所不用其极 表面伟岸公正 实则阴险狡诈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次我们龙宫和地府 原始殿联手 定要改变中央新域的格局 推翻天庭的统治地位 让天庭一家独大的局面 彻底成为历史 清灵公主眸光闪烁地道 凌晨点了点头 不过想要动摇天庭的地位 恐怕没那么容易 任重而道远 完成了此间的任务 我们也该回龙宫交差了 凌晨看向了一旁的清灵公主 如今他们已经顺利地打破了天牢 将黄泉天君和一众地府强者 悉数解救了出来 也算是完成了龙神天君 交代下来的任务了 嗯 是该回去复命了 清灵公主点了点头 旋即看向了一旁的梨荒龙王 道 梨荒龙王 你也早日返回龙宫吧 梨荒龙王拱了拱手 我的先将这生灵倒天牢处理干净 以免让天庭起疑 这座生灵倒如今被弄成这副模样 得要有人负责善后才行 本天君就不去龙宫了 黄泉天君只是摇摇地向着清灵公主拱了拱手 待本天君向龙神天君问好 等本天君恢复实力 他日必定登门拜访 话音落下 黄泉天君便末地双手结印 在他的身前 空间便陡然扭曲了起来 出现了一道惊人的漩涡 凌晨 日后一定要来幽冥界一趟 本坐在黄泉路上等着你 临走之时 黄泉天君特意多看了凌晨一眼 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在他看来 凌晨的身份相当特殊 日后和凌晨之间 定然还会有很大的交集 凌晨听这话怎么有点怪怪的 好像这黄泉天君巴不得他早点死一样 不过此黄泉路非比黄泉路 幽冥界 是地府的真正核心之地 犹如天庭的天宫一般存在 不过在天庭和地府曾经的一场大战中 原本的幽冥界已经破碎 没想到这些年 地府的幽冥界竟然又重建了起来 一定 凌晨向着黄泉天君微微抱拳 幽冥界 想来日后还是有机会去的 说吧 黄泉天君二话不说 便一脚踏入了这黄泉漩涡之中 身形消失不见 然而 在其身形消失的同时 那一众地府强者 也是纷纷冲进了那一道黄泉漩涡之中 纷纷消失不见 我们也该走了 在这黄泉天君等人 纷纷消失之后 凌晨和清灵公主也是对视了一眼 旋即便走向了这生灵岛的周边 他们可不像黄泉天君一样 能够随意地穿梭空间 他们想要离开生灵岛 必须要通过轮回古船 然而 在那无极星海之外 在这一颗生命星辰中 有着一座座极其雄伟为恶的宫殿 显得极为波澜壮阔 此地 乃是天庭的一座据点 生灵岛天牢被攻破了 一位雷袍中年人脸色十分阴沉 是散天王下落不明 很有可能已经殉职了 怎么可能 大殿内 一众天兵天江街面色大变 生灵岛天牢 那可是关押着众多地府的强者 其中还有着地府的一位天君 怎么能够失手 难道是地府的天君出手了 不是雷袍中年人摇了摇头 我天庭在生灵岛上的静置 一旦遭遇强攻 便立即就会报警 此番天牢被攻破 不是地府天君出手 应该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这名雷袍中年人 天生威严 不怒自威 此人 正是天庭的雷帝天君 肯定是龙宫岛的鬼 一位天庭的天官冷冷道 生灵岛处于轮回海域之中 想要渡过轮回海域 唯有通过轮回谷船 而能够控制轮回谷船的 只有龙族 是本座疏忽了 雷帝天君眉头一皱 脸色极为冷峻起来 想不到龙宫不动则已 一动手 便是如此大动作 本座派聚灵天将前往天牢 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他派了雷帝天君和雷炎 两人前往生领导传达旨意 驱逐龙族守卫 若是旨意到了 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龙宫如此造次 看来是想重演一次圣山的耻辱 雷帝天君 请下令发兵吧 彻底灭掉龙宫 杀鸡儆猴 警示着世间反抗天庭的鼠辈 此事太过重大 必须奏请天帝 调动数十万天兵 彻底击垮龙宫 占领无极星海 一众天官和天将 纷纷向雷帝天君请站 如今天帝的心思 都在世界顶的身上 此时调动大批天兵天将 征讨龙宫 天帝只怕还要考虑一番 雷帝天君面色微微沉吟 并没有立即下决定 天帝此番派他出来 主要是为了寻找世界顶的下落 至于征讨龙宫 这件事情 不适合由他提出 否则 天帝很可能会责怪他耽误正事 蛮族雷帝天君的眼中 忽然泛起了一丝丝的亮光 似是有了主意 最近 蛮神星系的蛮族 刚刚归顺了天庭 这群蛮族人极为好战 头脑简单 正好可以利用他们 来征讨龙宫 蛮族 一众天官天将皆愣了愣 旋即眉头微微一皱 蛮族 这个也蛮血腥的种族 为了征服蛮族 我天庭可是死伤了无数的天兵天将 甚至有帝君级别的强者 阵亡在了蛮神星系 如此野蛮的种族 真会提乖乖帝听从我们天庭的命令 前去征讨龙族吗 其料 雷帝天君却摇头一笑 嘴角掀起了一抹讥讽之意 以前的蛮族 自然不可能乖乖听令 但是 那蛮族的蛮神天君 已经被天帝所控制 他的记忆完全被篡改 如今已是对天庭奉若神明 让蛮族出手 既可以征伐龙宫 避免我天庭天兵天将的损失 又可以削弱蛮族的力量 可谓是一举三的